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秋的人生故事。 男友准备了婚戒,求婚对象却不是我。 你就是个小秘书,别想攀高枝了, 被求婚的白月光笑我不自量力, 男友妈妈更是看我如蝼蚁。 婚姻得门当户对,你不配。 嗯,男友家的几个亿和我家的几千亿确实很不配。 我转身打了个电话,爸,之前那家小公司的收购案交给我, 戒指我一个月前就发现了, 但我假装不知道,将惊喜埋藏在心里, 只等着林慕池跟我求婚那天。 此刻,林慕池单膝跪下, 虔诚地举起戒指,周围一片欢呼叫好。 女主角害羞兴奋地捂住嘴巴, 幸福的笑意从眼睛里溢了出来。 林慕池说,嫁给我, 慢慢,我的名字是岑宁, 大家都知道,我是林慕池的秘书。 在林氏集团濒临危机的这三年, 我跟在林慕池身边任劳任怨, 帮他谈下一个又一个项目, 将公司从破产的边缘一点点拉回来, 直至半年前在香港上市。 林慕池跟我说, 宁宁,委屈你了, 等公司上了事, 我要向全世界宣布, 你曾宁是我的未婚妻, 我要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那个时候的我真是被幸福冲昏了头脑, 现在想来, 这不纯粹的画饼吗? 我笑了笑, 自己太傻了, 爱了林慕池多少年, 就被林慕池利用了多少年。 林慕池将钻戒戴在了陈蔓的无名纸上, 两人相拥在一起。 隔着人群, 陈蔓看向我, 眼底的笑意一点一点变身, 那是胜利者的笑容。 林慕池放开陈蔓, 缓缓转身看向我, 唇边的笑容一点一点收回, 神色凝重。 哼, 这就是我爱了三年的男人, 都到现在了, 连跟我把话说清楚的勇气都没有。 还是陈蔓有勇气, 他执着红酒杯向我走来, 举杯示意。 岑小姐你好, 我是陈蔓, 我并未言语。 陈蔓笑得温婉, 我听阿迟说了你们之间的事情, 他很感激你这么多年的帮助。 他的意思, 你想要多少钱, 尽管开口。 这话真的把我逗笑了, 钱他给得起吗? 陈蔓从一边的桌子上拿过一杯红酒, 递给我喝一杯, 就当祝福我们了。 无知者无畏, 我被陈蔓的无知逗笑了, 似是看出了我的轻蔑, 陈蔓脸上的胜利表情终于挂不住了。 人一旦心虚, 就很容易变得丑陋。 陈蔓靠近一步, 付到我的耳边, 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说, 陈宁, 我知道你对阿池的心思, 但你就是个小秘书, 别想攀高纸了。 林牧池的父母也过来了, 林牧池的母亲一开口就是高傲的口吻。 曾宁, 我想你也看到了能配得上阿池的人回来了。 其实, 就算慢慢不回来, 我也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嫁进我们林家的。 你要知道, 阶级是无法逾越的鸿沟。 我陷入思考, 高支鸿沟就他们家那几个亿的资产。 我倾笑出声, 行, 那你们可要把你们的高支鸿沟守住了, 毕竟我有本事把你们挂在高支上, 也有本事把你们摔到地上。 再次见到林牧池是在第二天早晨的公司会议上, 他显然是在逃避我, 连看我的眼睛都不敢。 人都到齐了, 会议开始, 我坐在林牧池的下手, 本应该做会议记录的我, 今天却没有动弹, 我轻轻拍了两下手, 吸引了大家的视线。 各位, 我宣布一件事情, 我辞去总裁秘书的职位,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拿出辞呈放在会议桌上, 在众人震惊的视线里继续说, 这三年来,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江湖再见。 话落, 我迈不出去, 没再看林牧池一眼。 我听到有人说, 总裁陈秘书这三年, 对公司做出的巨大贡献, 你都是看在眼里的, 没有曾秘书, 公司哪能那么快就上市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林牧池追了出来, 气息有些沉。 曾宁, 如果你是因为我才辞职的, 我给你加钱, 你想要多少钱, 我都给你。 他慌了, 我勾起唇角, 那你把公司给我呀。 林牧池闭了闭眼,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曾宁, 公是公, 私是私, 不能混为一谈。 你在公司这几年, 我没有亏待过你, 可我这个人就喜欢公司不分。 林牧池顿了一下, 一点点卸下脸上的深沉冷漠, 阴狠的神色一点一点露出来。 陈宁, 你想跟我对着来吗? 我侧耳, 你是要威胁我吗? 我只是认为, 我们之间的关系, 不该闹到如此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解释, 也欠你一份情意, 我都会还给你。 但是曾宁, 我们不该成为敌人, 这样对你没有好处。 我耐着性子听他把话说完, 含笑开口, 你确实欠我的, 但我不需要你给我自己有本事一点一点拿回来的, 我们会再见的。 林牧池, 我摆摆手, 回去收拾了东西, 离开公司, 将那些东西丢进了垃圾桶里。 我打电话给我爸, 之前关于林氏集团的收购案, 我有兴趣交给我, 我直接去了公司, 我爸在办公室里等我, 我都知道了, 小门小户配不上你。 这种话, 我和你妈已经说了无数遍了, 现在你自己也应该知道了, 他们就是一群白眼狼。 女儿, 我不希望你在心软, 我不会, 当然我不会。 心软的原因, 不是林牧池和别的女人求婚了, 不是我发现, 林牧池根本就不爱我, 而是我也意识到了, 那个男人配不上我。 但我爸似乎不相信我。 公司最近计划和周氏集团展开合作, 如果你真的要我相信, 你就和周玉白结婚, 这是让我去联姻, 我答应联姻了, 这将会是一次利益巨大化的结合, 我自然不可能放过, 反正我现在要的就只有利益。 至于周玉白, 他也是商人, 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 所以我们两个一拍即合, 签了婚前协议之后, 我们两个就去登记了, 拿着红本从民政局出来。 我问周玉白, 你回公司吗? 我想跟你谈谈 我们合作的项目尽快展开。 周玉白这个人 长了一张近乎完美的脸, 但是性格不是很好, 冷冰冰的, 总是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气场, 从谈下婚事到现在结婚, 我都没见他笑过。 这会周玉白缓缓开口, 声音无波无蓝, 也没有温度, 我出差, OK, 那回来再说。 我打开车门上了车, 系安全带的时候, 周玉白的司机已经启动引擎走人了。 我拿着红本本回到公司, 直接去了董事长办公室, 把红本本往他的桌子上一放, 正领了, 您可以放心了。 我爸点点头, 嗯, 那临时那边, 你是怎么安排的? 不等我开口, 我爸就又说道, 现在还不是官宣你和周玉白结婚的时候, 但你想给临时一记当头炮, 还是有很多方法的。 我笑了, 不愧是我爸, 这么了解我。 我确实在琢磨着先给临时一记当头炮, 而且已经有了计划了, 我在临时这三年建立了不少人脉, 这些人脉我会一点一点拿回来, 所以目前我打算自己开一家公司, 跟临时打擂台, 至于收购, 先不着急, 我爸点了下一头, 我相信你, 反正公司这边我还能顶着, 你可以再晚几年, 谢谢吧。 先不收购, 开公司和林木池打擂台, 抢占市场份额。 嗯, 就是玩。 我把我注册公司的消息放了出去, 很快林木池那边就知道了, 哎, 圈子降级这件事情我是不怎么介意的, 反正都是玩而已。 但是林木池的那些朋友却说我不自量力, 得知我结婚后, 闺蜜渺渺十分想采访我, 于是就约我去酒吧喝酒。 你和周玉白就这么结婚了? 这也太荒唐了, 我接受不了。 淼淼是家里的小公主, 极万千宠爱于一身, 也不用她管理公司, 每天花钱就好了。 她曾经跟我说过, 她一定要和自己最心爱的人结婚, 举行一场盛大的梦幻的森林婚礼, 全球直播。 其实, 我和周玉白就是天生一对, 这个世界上能配得上我们的就只有彼此而已, 男俱女美, 实力相当, 各取所需。 谁说我和周玉白不配的? 林慕驰的好哥们何卓, 就是这个时候来的, 怀里还搂着一个小姑娘, 和我前两天看到的不是一个, 她拿着酒杯看到我之后, 就松开小姑娘在我身边坐下, 这不是我们伟大的岑秘书吗? 牛逼啊, 辞职了, 真有骨气。 我举起酒杯朝她示意, 嗯, 谢谢夸奖何卓, 她顿了一下, 吃笑起来, 草, 陈宁, 你真以为我在夸你啊? 不是, 我还听说你要开公司, 哈哈, 想和林慕驰对着来, 你是不是酒喝多了? 酒精中毒了, 你没事吧你? 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不自量力的小姑娘, 她叹了口气, 摇摇头, 我知道, 林慕驰和陈蔓和好了, 俩人还订婚了, 你伤心, 你难过, 泽泽, 这么说起来, 你还真是个小可怜呢, 要不这样吧, 你把哥哥伺候好了, 我帮你跟林慕驰求求情, 让他给你一条出路, 怎么样? 我拿起一瓶香槟晃了晃, 和少爷还是这么放荡不羁, 就是嘴巴有点脏, 来, 姐姐我今天受累, 免费给你洗洗, 喷的一声, 香槟的瓶塞崩了出去, 里面的香槟化成一道水柱, 直直地朝和镯喷了过去, 和镯猝不及防, 被喷了一脸, 满嘴都是国粹, 我丢开酒瓶, 抬脚踩在何卓的胸口, 高跟鞋的鞋跟, 微微用了些力道, 怎么样? 爽吗? 要不要再来一瓶? 姐姐有的是钱, 你要多少有多少? 何卓抹了妈脸, 恨恨地瞪着我, 曾宁, 你少嚣张, 以前有林木池护着你, 你不知天高地厚, 也就算了, 现在你的护身符没有了, 从林木池那里赚的钱, 还不够你在我面前装逼的, 你给我等着, 老子让你知道什么叫阶级, 什么叫资本, 到时候你别说我欺负你, 我收回脚, 好, 我拭目以待, 等着你告诉我什么是资本, 合着起身走人, 背影都是那么不可一世, 属实好笑, 我爸从小就告诉我, 做人要低调, 我们家上千亿的资产, 我和谁说去了, 怎么这些称个几亿的小资本家, 就这么爱把自己当回事呢, 合着是, 林木池也是, 我笑着摇了摇头, 看向和合着一起来的那个小姑娘, 离她远点, 太脏了, 小姑娘走过来, 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你刚才好帅啊, 身材也好, 腿那么长, 我能加你微信吗? 淼淼哈哈大笑, 过来搂住我, 不行哦, 她是我的了, 小姑娘甜甜一笑, 那姐姐我听你话, 离她远点, 拜拜, 我挥挥手, 日行一善, 从我做起, 合着应该是和林木池告状了, 很快我就接到了林木池的电话, 合着的话, 你不用放在心上, 我和她打过招呼了, 她不会对你怎样, 但是宁宁, 你开公司真的不是明智之举哦, 不是就不是呗, 反正我就是完, 开心了算, 谢谢木大总裁的提醒, 明不明智, 我自己说了算, 林木池沉默了一会, 陈宁, 我再说最后一遍, 我不想跟你成为仇人, 但我也不会手下留情, 我拭目以待, 我挂断电话, 林木池说的狠话, 肯定会付诸行动的, 他狠, 那就别怪我更狠, 我忙着新公司的事情, 把我结婚的事情都给忘了, 直到半个月后, 我接到了周玉白的电话, 他问我在哪了, 我在家了, 最近我都没怎么出去玩, 实在是没时间, 为此渺渺还一直埋怨我呢, 周玉白平静无波的声音传来, 我就在家了, 没看到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在家了, 你不用套我的话, 放心吧, 我有分寸的, 周玉白, 你还有事吗? 周玉白, 你在哪个家? 我当然在我家, 等一下, 对哈, 我和周玉白有一个新家的, 是周玉白的别墅, 很早就装修好了, 之前一直没住过, 他还给了我钥匙, 可登记之后, 他就出差走了, 我就一直住在家里, 我自己的家突然又多了一个家, 我还真不习惯, 今天晚了, 我明天过去, 好, 周玉白答应得很痛快, 第二天, 我吃完早饭, 就继续去忙公司的事情了, 前妻的工作很繁杂, 偏偏我还是个凡事都要亲力亲为的性格, 这一天天忙得脚打后脑勺, 一直忙到六点多, 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了, 刚摊在沙发上, 我妈就从楼上下来了, 向我三百六十度展示她新设计的旗袍, 宝贝好看吗? 好看, 我站起来, 妈, 这个真好看, 我妈笑咪咪的, 你也有在你衣帽间里了, 快去试试, 我立刻上楼去衣帽监视旗袍, 别说, 这旗袍穿上把我的好身材凸显得淋漓尽致, 前凸后翘, 大长腿的我都爱上自己了, 手机铃声这时响了起来, 我拿过手机一看, 周玉白, 糟了, 我想到了什么, 立刻抓着包包下楼去了, 妈, 我得先走了, 我妈追上来几步, 你去哪呀? 回家, 这不就是你家吗? 我转身, 妈, 我结婚了, 我妈玉白回来了, 我点点头, 这一点, 我还真是遗传了, 我妈有点糊涂, 到了新家那边, 佣人告诉我周玉白在书房了, 我站在门口犹豫了一会, 才敲门进去, 周玉白从文件中抬头, 不知道为什么, 神色好像微微亮了一下, 也许是我看错了, 我突然紧张了一下, 张开嘴巴, 有些干涩地说, 最近太忙了, 有时候回来的会很晚, 你不用等我, 周玉白低下头, 这个人可真是坐冰山, 靠近他身上的寒毛都竖起来了, 我正要出去, 只听到周玉白又说, 我只是问你回不回来吃饭哦, 好的, 我点点头, 默了默又说, 那你忙, 我先出去了, 我赶紧往外走, 否则会被冻死的, 我站在走廊里有些迷茫, 我房间在哪, 下去找人问的话, 是不是有点太丢脸了, 身后传来了微微的声响, 我一转身, 看到周玉白从书房里出来, 还挺惊奇的, 他一看就是工作狂, 怎么出来了, 周玉白似乎也愣了一下, 你还有事, 我愁愁了一下, 索性直接问好了, 我住哪呀, 周玉白, 他的沉默让我觉得我做错了事情, 好吧, 我承认我这几天一直住在我家里, 周玉白走过去打开一扇房门, 这里我立刻跟过去, 周玉白又加了一句, 旁边是衣帽间, 谢谢, 这哪里是夫妻, 陌生人都不如, 不过也好, 就当是合作伙伴好了, 可我没想到, 合作伙伴虽然跟坐冰山似的, 倒是很自觉, 吃完饭我回房泡澡, 出来的时候, 就看到周玉白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腿上放着电脑, 看样子也要睡在这里了, 还真是夫妻了呀, 我低头看了眼身上的浴巾, 网上拽了拽, 走过去, 我洗完了, 你去洗吧, 嗯, 听着怎么那么像你, 去死吧, 我又说了一遍, 去洗澡吧, 周玉白摸了一下, 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电脑, 点点头, 合上电脑去了卫生间, 但他是不是误会什么了, 我纯粹是因为那句话不好听, 所以重说了一遍, 我没有着急, 我懊恼地闭了闭眼, 又过了一会, 周玉白出来了, 换上了睡衣, 我躺在床上的一边, 正在和淼淼聊天呢, 淼淼问我, 那你们今晚会不会擦出爱的火花, 我怎么知道我没回, 淼淼直接锁平, 把手机放到一边, 向周玉白扯唇笑了笑,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我笑得好僵硬, 好勉强, 周玉白也上了床, 随着他的靠近, 我紧张的心跳开始狂飙, 就快要附和不了了, 不过应该也没什么, 周玉白这么冷冰冰的一个人, 看上去就静欲的, 我被自己安慰到了, 也轻松了下来, 耳边突然想起周玉白 低沉的嗓音, 关灯嘛呀, 我一愣, 不用, 我还不困, 不用关灯, 好, 周玉白应了一声, 然后他怎么过来了, 呜呜呜, 我不是这个意思, 第二天, 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周玉白的怀里, 一想到他等会睁开眼睛和我对视, 我就尴尬的脚趾头都拳起来了, 我得走, 我轻轻拿开周玉白放在我腰间的手, 我真的是轻轻的, 可周玉白还是醒了, 该来的还是来的, 我对上了周玉白的视线, 尴尬的头皮发麻, 张了张嘴, 我知道此刻的我一定有一种脑干缺失的美, 片刻之后, 我终于想到我要说什么了, 你好, 回应我的是一阵诡异的沉默, 我心底的小人在咆哮, 把我从头到脚都骂了一顿, 你好是什么鬼呀, 周玉白可能也没遇到这种情况, 很明显证了一下, 然后才开口, 早下一秒, 我们两个放开了彼此, 我立刻下床, 钻进了卫生间里, 还没等我漱口, 周玉白就进来了, 我们两个大眼对小眼, 似乎都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第一次结婚, 没有经验, 我觉得我到底是客人, 应该有点分寸, 于是我来了一句, 要不你先, 周玉白指了指灌洗台, 我洗澡, 哦, 好的, 我点点头, 周玉白转过身去拿毛巾了, 我在心里喊妈, 浴室的门是玻璃的, 结婚不好, 周玉白则转身去了浴室, 直接脱了就开始冲澡, 哇塞, 他都没有不好意思耶, 果然是大佬, 看来我还得继续修炼呀, 磨人的洗漱终于结束了, 我穿好衣服下楼, 走到拐弯处的时候, 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人, 他朝我挥手打招呼, 嗨, 大嫂, 我顿了顿, 加快脚步下去, 和那人握了手, 我是贺宇, 我和玉白从小一起长大的, 还一起出国留学, 这么说吧, 我俩以前好的穿一条开裆裤, 现在好的穿一条裤子, 适当的, 我被贺宇的话逗笑, 周玉白缓缓下楼来, 走到我身边停了下来, 韩生问贺宇, 你怎么来了, 贺宇见嘻嘻地一笑, 这不是来看看你和嫂子什么时候起床吗, 这也太早了, 你俩昨晚没累着呀, 滚, 周玉白踹了贺宇一脚, 神色不悦, 贺宇连忙收起嬉皮笑脸, 对不起嫂子, 我这个人就是嘴贱, 但我的心是好的, 我笑着说, 没事, 开玩笑而已, 周玉白却依旧不依不饶, 有些玩笑开不得, 你该有点分寸, 贺宇点头, 我心下微微动容, 回想起来, 林木驰似乎从未在他的好哥们面前维护过我, 一旦认清事实, 之前的一切就都是可以清醒地掀翻的, 只怪自己当时猪油蒙了心, 什么都看不清, 我轻笑了一声, 又意识到有些失态, 连忙收起唇边的冷意, 他是一声集团的董事长, 你有什么需要的, 找他就可以了, 周玉白给我介绍一声集团, 我当然知道了, 和林氏集团的业务重叠, 90%以上是业内的龙头企业, 周玉白是在给我拉人脉, 他是不是知道什么了? 是啊, 大嫂, 我听说你也自己开了家公司, 有什么需要的, 你尽管开口, 你别看我这个人看起来不靠谱, 我可是很厉害的, 贺宇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脯, 那太好了, 我肯定不会客气的, 以后请多多互相关照, 哈哈, 贺宇朗声大笑, 周玉白不知道为什么又踹了他一脚, 这一脚比上一脚狠, 十点多的时候, 我接到了林氏集团赵董事的电话, 约我见面, 我大概猜到赵董事要跟我说什么了, 果然一见面, 赵董事就开门见山, 小岑, 我已经和董事会谈过了, 大家都想让你回来, 这三年来, 你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 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给你透个底, 公司需要你, 你还是回来吧, 条件你随便提, 赵董事是真的在为公司考虑, 可是这一点林木驰却不承认, 到现在他都觉得自己狠行, 这几天我都感觉到林木驰在打压我了, 说来真是可笑, 当初是我一页账目, 现在换成他了, 我勾了勾唇, 赵董事, 你太看得起我了, 我就只是一个秘书而已, 公司少了, 我就像于没有了自行车, 没什么的, 赵董事神色凝重了一分, 你开公司的事情, 我已经听说了, 虽然你很厉害, 但单独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年轻气盛, 我懂, 但我还是想跟你说, 你回来是件共赢的事情, 我不会回去了, 我态度坚决, 赵董事默了默, 点点头, 好吧, 看来我是老了, 没办法了, 林木驰现在把陈曼安排进了公司, 还把重要的职位交给他, 这不起简直大错特错, 现在连你也不肯回来, 说到这, 赵董事叹了口气, 你说什么? 我心底的火苗一点一点燃烧起来, 林木驰把陈曼安排进公司了, 喝, 夫妻垫了, 他还真是太看得起他自己, 菜鸟也敢带兵了, 是吧? 行, 这倒是方便了我, 他们两个我可以一起拿下, 我爸直接给了我一栋大楼, 三十二层的, 这也太夸张了, 爸, 我公司刚成立, 你给我个小地方就行了, 小地方? 我爸沉思了片刻, 没有, 你自己看好那里, 买下来就行了, 晚上我打电话给苗苗, 让他陪我选址, 电话刚挂断, 周宇白的声音就响了起来, 你想要小一点的地方, 对呀, 公司才刚起步, 用不着那么大的, 我走过去, 你有推荐的吗? 没有, 不过我有个小地方, 明天一起去看看, 周大佬询问, 好, 我点头, 不过周大佬, 怎么会有小地方呢? 第二天, 我就知道了, 相比起我爸给我的那几栋大楼, 这里确实小了点, 就七层, 周宇白带我进去, 这里面都很新, 而且什么都齐全, 都不用我买了, 满意吗? 周宇白问我, 当然满意了, 而且我还少操一份新呢, 你真的决定把这里卖给我, 不会设步的吗? 我看你这里的装潢都挺用心的, 你一定很喜欢这里吧? 周宇白扫试了一圈, 嗯, 这里是我高中毕业那年买下来的, 也是我自己开的第一家公司, 我稍稍感到惊讶, 原来是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那你还肯卖给我, 你真的舍得吗? 周宇白收回视线, 静默地看着我, 不舍得, 我就多余问一嘴, 不过我也理解, 换成是我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地方, 我肯定也不会卖, 那他还带我来这里干什么? 周宇白, 所以我打算送给你, 送给我, 不要钱, 可是周宇白眉稍轻条, 一向平静的眉宇之间, 似乎多了一抹情绪, 但我看不太出来是什么, 可是什么? 我笑了笑, 原来周大佬也做赔本的买卖啊, 周宇白意味深长, 我会收回本的, 也对,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 公司开业那天, 林木驰还送来了花篮, 他是觉得他很大气吗? 我直接叫人把他的花篮给丢了出去, 对我来说这可不叫大气, 叫晦气, 还是周大佬送来的花篮比较顺眼, 贺雨也来了, 嫂子, 恭喜恭喜啊, 我还是那句话,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尽管说, 都是自己人, 资源共享,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我拍了一下贺雨的肩膀, 这段时间相处以来, 我真挺喜欢这小子的, 剪彩过后, 我就带大家进去参观了, 我爸妈和周玉白都没来, 周玉白不来, 是因为我们还没官宣呢, 商人重力, 公布结婚的消息, 肯定能给我们两家带来不少的利益, 股价也会暴涨, 不能随便公布, 得把这个消息带来的利益放到最大, 物尽其用吗? 我爸没来, 是我没让他来, 我现在和林木池玩游戏呢, 大佬出马, 那还玩什么, 没意思了, 晚上还有一个晚宴, 请的都是我之前圈子里的有些好友, 渺渺自然在内, 贺雨也来了, 我正和贺雨聊天呢, 渺渺突然捅了我一下, 然后看向宴会厅的门口, 是林木池和陈蔓, 是我邀请林木池来的, 毕竟我也得大气一些, 我笑着迎了上去, 欢迎啊, 人太多了, 我招待不周, 请多包涵, 林木池扫湿了一圈, 人确实不少, 这是你的优势, 人脉广, 我笑而不渝, 可是这些人, 我怎么都没见过呀, 陈蔓小声问道, 我呵呵了, 你当然没见过了, 这些都是真正的大佬, 不轻易露面的, 你那个小圈子见过谁呀, 贺宇这时走了过来, 和我并肩站在一起, 看到贺宇, 林木池很明显惊了一下, 难以置信地看着我, 我挑眉, 不需要我给你介绍了, 我想你们之前已经打过好几次交道了, 林木池脸色有些僵硬, 但很快就恢复如常, 笑着朝贺宇伸出手, 贺总, 你好, 贺宇缓缓伸出手, 眼看就要和林木池握手了, 他突然挠了挠后脑勺, 撕了一声, 你是谁呀, 我们打过交道吗? 我清楚地看到, 林木池眼角抽搐了一下, 贺宇拍了拍我的肩膀, 大嫂子在我提醒的眼神里, 被贺宇收了回去, 大家都在等着呢, 我先过去帮你招待一下, 他挑了挑眉, 走了, 林木池上前一步, 你跟贺宇的关系,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的? 这是在质问我, 牧总好像问了一个不该问的问题, 这是我的私事, 林木池下河线绷紧盯着我看, 像要把我看穿似的, 他急了, 他急了, 林木池的手机突然震动了, 他拿出手机接通电话, 那边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林木池眉头一皱, 不悦的视线看向陈蔓, 陈蔓愣愣住了, 我知道了, 林木池挂断电话, 抿了抿唇, 沉声问陈蔓, 远东的最终方案是你签的字, 陈蔓犹疑地点头, 是我签的, 有什么问题吗你? 林木池咬了咬牙, 余光看了我一眼, 拉着陈蔓走到阳台那边, 出什么事了? 我得关心关心我的客人啊。 我跟了过去, 林木池微韵的声音响起, 那么明显的一处数据错误, 你没看到吗? 你知不知道你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 陈蔓慌乱地解释, 我都仔仔细细检查过了, 怎么可能有错? 现在人家找上门来了, 难不成是我陷害你? 林木池历声质问, 几秒钟之后, 陈蔓的啜气声传来, 你凶什么吗? 我又不是故意的。 林木池和陈蔓出来的时候, 陈蔓的眼圈都是红的, 看到我, 陈蔓立刻低下头。 林木池顿了顿, 想说什么, 却欲言又止。 我微微一笑, 你们是我的客人, 有什么招待不周的要跟我说, 别吵架呀。 林木池的脸都黑了, 说了声, 我还有事, 先走了, 就带着陈蔓离开了。 嘖嘖, 难怪赵董事要来找我了, 继续这样下去, 根本不用我出手。 林氏集团大厦, 江青挨大嫂, 他们怎么走了? 贺宇凑过来小声问道, 我笑了笑, 那不问题。 贺宇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哟, 你这才刚走, 他们内部就出现问题了, 这也不行啊, 根本就不用你出手, 他们自己就从内部自杀自灭了。 好像连贺宇都知道我和林木池的事情了, 那周宇白知道多少啊? 我把贺宇拉到阳台, 愁愁了一下, 问道, 那个你知道我和林木池的事情啊? 贺宇自然而然的语气知道啊。 我咽了口口水, 接着问, 知道多少? 贺宇都知道, 我和林木池的关系没对外公布啊。 你怎么知道的? 贺宇瞇了一下眼睛, 大嫂, 你忘了咱俩之前过过招的, 虽然林氏我根本没放在眼里, 但我那次也被你整得挺惨的。 那跟你知道, 我和林木池的关系有什么联系? 他顶多就知道我是林木池的军师。 贺宇微微一顿, 脸上露出疑惑, 你和林木池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吗? 还有什么关系吗? 干, 我怎么就不打自招了? 贺宇微微眯起双眼, 你俩有事老相好闹掰了。 我的一连串沉默对贺宇来说就相当于默认了, 他突然变得很激动。 草, 我还以为你俩是因为公事闹掰了, 你出来单干才和他对着来的, 没想到你俩是前任相见, 分外眼红啊。 别说了, 求你。 所以周玉白也是这么认为的事吗? 那完了, 贺宇都知道了, 离周玉白知道还远吗? 他们两个可是穿着一条开裆裤啊, 现在也穿一条裤子, 晚上是贺宇送我回去的, 他非要送我回去, 我觉得他是想顺便跟周玉白告状。 不行, 我得讨好讨好贺宇。 进了别墅之后, 我立刻叫人给贺宇倒茶, 对了, 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家里做客, 我亲自下厨。 贺宇很惊喜, 大嫂, 你还会下厨, 叫什么? 大嫂, 你就叫我小宁就行了。 我笑得十分友好, 以后我就叫你宇哥吧。 贺宇往我身后扫了一眼, 也不知道看什么, 似乎有点紧张, 这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你跟周玉白都那么好穿一条裤子, 以后咱俩也穿一条。 那个贺宇突然撑着沙发站了起来, 我话还没说完, 他跟见鬼了似的一点一点往门口挪, 时间不早了, 大嫂我就先走了。 话落他就转身一溜烟跑了。 莫名其妙, 我嘟囔了一句, 一转身, 我直接一个尖叫的大动作。 周玉白什么时候出现的? 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 你, 你干嘛呀? 不知道支个声吗? 吓, 吓死个人了, 可是我说出来的却是你好, 说完我就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陈宁陈宁, 你真是个白痴, 怎么一到周大佬面前, 你就这么完蛋呢? 吓到你了? 周玉白淡淡地问, 但他看上去一点都不内疚, 我可不敢 让周大佬对我内疚。 我连忙摇头, 没有。 周玉白冷冷地逆着我, 是吗? 我还以为我吓到你了, 都开始说胡话了。 我心念电传, 但就是没想清楚我哪句话是胡话, 但我知道周大佬现在心情很不爽。 那我离远点好了, 那个我先上去了, 大佬你也早点休息, 别太累着了。 周玉白眸底闪过一抹不明觉厉的神色, 你叫我什么? 我一顿脑筋, 有些转不过来弯, 大佬周玉白点点头, 重复了一遍那两个字, 大佬, 我看你真是被吓糊涂了。 说吧, 他转身上楼, 只留给我一个冷漠的背影。 怎么了吗? 他心情不好, 凭什么拿我撒气? 我付费了一番, 上楼去了, 周玉白不在房间太好了, 今晚我要革命, 我不配合他了。 下半夜, 我摸着自己被打肿的脸, 沉沉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 我心底的委屈 源源不断地冒了出来, 小声埋怨着, 你在外面惹了气, 回来拿我撒气。 周玉白, 许久之后他才开口, 我没有在外面惹气, 我不解, 回头看他。 周玉白, 外面的人不敢惹我生气。 那是谁? 肯定不可能是我, 我怀疑是贺雨惹周玉白生气的。 他那个人嘴贱, 惹人争气, 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该死的, 他可把我给害惨了, 我得从他那弄点什么好处 以抚慰我不甘的心灵。 贺雨却不承认。 那怎么可能, 周哥才舍不得生我的气呢? 你觉得你这话 在我这个周太太面前说好吗? 说曹操, 曹操到玉白就给我来电话了。 贺雨黑黑一笑, 把她的手机给我看了看, 在我面前接通电话, 现在那么着急吗? 行, 我现在就过去。 挂断电话, 贺雨说周哥有急事找我, 我先走了再说, 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陷入一阵沉思, 是否我的出现某种程度上 破坏了他俩之间的哥们情谊。 我怀着这个疑问回到公司, 正好有来面试的, 今天特别忙, 六点我接到了周玉白的电话, 他在电话里问我, 今晚有时间吗? 我手头上都是一些零碎的事情, 倒是不急在这一时, 就说我有时间。 周玉白淡淡地应了一声, 我过去接你。 好, 我挂断电话, 可是周玉白来接我干什么? 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的时间, 周玉白的电话又过来了, 说他在楼下了, 我已经收拾好了, 拎包就下去了。 上了车刚坐好, 周玉白就递给我一束花, 还是红玫瑰。 我脑瓜子嗡嗡的, 疑惑地看着周玉白, 你该不会是在追我吧? 周玉白司机在前面一声不吭, 车厢内安静至极, 诡异的气氛中, 周大老俊妹的脸上浮现出一抹可疑的红韵。 周大老竟然脸红了, 我就跟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紧紧盯着周玉白的脸, 不肯移开视线。 能看到周大老害羞, 这可是破天荒啊, 我是不是史上第一人? 我怀疑我要被灭口了。 周玉白倾咳了一声, 眼是尴尬, 深邃的视线看着我的眼睛, 嗡了一声。 我张了张嘴, 周玉白严肃认真的声音响起, 像是在谈合同一样。 没错, 我在追你。 我脑袋上方响起一声焦雷, 大脑有些空白, 可再看看周玉白, 怎么这么可爱啊? 周大老的反差萌只有我看得到,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 怎么了? 周玉白皱了一下眉, 这不是追人的流程吗? 贺宇是这么说的, 原来他今天找贺宇是为了给他支招。 也对, 周大老自己不会追人不是, 在周玉白自我怀疑的神色里, 我连忙解释, 我是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接过花束, 这确实是追人的流程, 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哪呢? 周玉白一本正经的, 永远都是那么不苟言笑。 吃饭看电影, 他又说我订好了餐厅和电影票, 我真的很难想象得出 和周大老这么严肃的人谈恋爱 会是什么样子的, 想想就觉得很好笑, 不是可笑的意思, 就是很可爱。 我点点头, 好, 司机启动了引擎, 周玉白不再说话了, 我侧头, 他余光看到了, 也看向我, 像是在问我有什么事。 我清了清喉咙, 周玉白, 我能问你一个很隐私的问题吗? 周玉白扫了眼前面的司机, 什么? 他想到哪里去了吗?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没有, 我忍不住追问, 是没遇到喜欢的人吗? 算是吧? 周玉白默了一下, 也没时间, 一直都很忙。 我了然了也是, 你每天都日理万机的, 所以你和我结婚就真的只是把我们的婚姻当成事业来经营是吗? 以周家和存家的地位和实力, 我们两家结合, 那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局面。 所以当我爸提出让我和周玉白结婚的时候, 我当即就答应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只想搞事业, 我想那个时候周玉白一定是跟我一样的想法。 周玉白也给了我答案, 一开始确实是一, 我身子往他那边清了清, 那现在周玉白神色一顿, 这一下连耳根子都红了。 哇, 周大佬好可爱哦, 很想入一下。 周玉白又扫了司机一眼, 语气有些别扭, 我送你花了哦。 就是喜欢我的意思, 我还有好多的问题, 可是司机在, 周大佬应该不好意思回答, 等回家再问吧。 周玉白把吃饭的地方定在他自己产业下的餐厅, 保密性很好的, 看电影也买了最后一排角落里的位置。 我想, 即便他喜欢我, 但他心里还是有很多考量的, 还是认为我们的关系要等到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时机再公布, 将这场联姻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我突然感到一阵失落, 只是憎宁, 你又在期待什么呢? 当你开始期待的时候, 就是输的时候, 我已经输过一次了, 绝对不会再让自己输第二次, 我会好好经营我的婚姻。 更何况周玉白现在喜欢我, 但我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全身心投入了, 我把我全副身心都给了工作。 公司渐渐步入正轨, 虽然规模和临时集团的上市公司不能比, 但也呈现出缓步上升的趋势。 疫情当下, 我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我人脉强, 从林慕池的手里抢走了好几个大项目。 终于, 林慕池坐不住了, 在一次商业晚宴上, 他把我拽到了没人的角落里, 恶狠狠地逼述我。 岑宁, 你就是在报复我, 对不对? 我开怀一笑, 这还用问吗? 李慕池没想到 我会承认得这么痛快, 他顿了一下, 突然就笑了出来, 笑得意, 趾高气扬。 你恨我, 岑宁, 你一定恨死我了吧? 我微微偏头, 含笑看着他。 林慕池又上前一步, 拉近了我们两个之间的距离, 他缓缓低下头, 付到我的耳边低声说, 你知道你为什么恨我吗? 我告诉你原因, 因为你还爱我。 曾宁, 有爱才会有恨, 你是爱我的。 他真的很残忍, 如果他说对了, 他的话就会画成一把锋利的匕首, 把我的心一片一片割下来, 丢进寒冷的风里。 我说过, 林慕池, 你狠, 我会比你更狠, 但我要强调一点, 他错了, 错得离谱。 我迎上林慕池得意的视线, 你知道我现在看到 是你什么感觉吗? 就像看到苍蝇一样, 你会喜欢苍蝇吗? 我勾唇, 故意笑得明媚妖娆。 我不恨你, 我只是讨厌你, 顺便后悔看上你。 林慕池脸色骤然一沉, 似是不甘心一样, 一把扣住我的后脑勺, 就吻了下来。 我偏过头去, 他吻了个空, 一道破碎的声音突然响起, 阿池, 你在干什么? 我和林慕池同时转过头, 就看到陈蔓站在不远处, 他穿着一身银白色的礼服, 头发在后面滴滴地梳着一个记, 露出一只玉座的簪子。 垂下来的珍珠和他的耳环摇曳着, 和他脸上的泪滴呼应, 真美又美得那么脆弱, 仿佛一碰就碎了。 男人都喜欢这类型, 恨不得用自己的命去保护。 林慕池缓缓放开了我, 又看了我一眼, 走过去, 沉生说没什么, 走吧。 陈蔓就是这点厉害, 也不闹, 跟着林慕池就走了, 走到宴会厅门口的时候,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 眼底的泪变成了阴冷的光。 我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被林慕池恶心到了。 我接到了陈蔓的电话, 我甚至一点都不意外。 咖啡厅内, 我和陈蔓面对面坐着, 他就是那副岁月静好, 却又高不可攀的姿态。 陈宁, 我和林慕池准备结婚了, 我挑了挑眉梢, 恭喜你啊。 陈蔓轻笑了一声, 你不用这样, 我知道你嫉妒我, 你还喜欢林慕池, 可他要娶的人是我。 陈蔓缓缓收起唇边的笑容, 看向窗外, 或许在你看来, 林慕池并没有那么爱我, 可他还是选择娶我。 这就是男人, 永远以利益为先。 他说到这, 又看向我, 眉宇间浸出了一丝丝得意, 因为我的家庭能够帮得上他。 陈宁, 你要怪就怪你出身不好, 没有雄厚的家庭背景做支撑, 所以他不要你很正常。 我今天见你, 只是想告诉你昨晚的事情, 我不想再发生第二次。 曾宁, 你不是我的对手, 我承认你长得很漂亮, 可就你出身太平凡这点, 你就永远都不是我的对手。 我不想伤害你, 所以你别逼我。 现在虽然是法治社会, 但我的家族若想要一个人混不下去, 还是有很多办法的, 你好自为之吧。 说完这些话, 陈蔓就走了。 我仔细回味着陈蔓刚才说的那番话, 越回味越觉得好笑。 我捂着肚子笑了一会, 深吸一口气离开了, 没想到刚上车, 我就接到了林木池的电话, 他说他有话跟我说, 我有些不耐烦了, 我一天的时间都被你们两口子浪费了, 拜托,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好吗? 不过, 我想我和林木池这辈子都不会老死不相往来, 毕竟我还要亲眼看到他的下场呢。 我想了想, 还是答应见面了, 他约我在半山上见面, 眼前是这个季节, 依旧郁郁葱葱的树林, 后面是宽阔的马路, 偶尔一辆车飞驰而过。 林木池目视前方, 缓缓开口, 我和陈蔓准备结婚了。 哼, 你未来妻子刚才已经告诉我了, 林木池侧头看向我, 但是你知道吗? 陈宁, 我突然发现我爱上你了。 什么玩意? 我像看傻逼一样看他, 可在林木池的眼里, 我的眼神应该很惊喜, 很深情吧。 他竟然说, 如果你愿意, 我们还是可以在一起的, 只不过我给不了你婚姻而已。 林木池轻轻笑了笑, 还有点温柔, 我们也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你放心, 你和陈蔓生的孩子, 我都会同样对待的, 甚至我会对我们的孩子更好, 除了名分, 其他任何我都可以给他林木池施舍一般地看着我, 怎么样? 我把我的心里话都跟你说了,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宁宁, 你是个聪明的女人, 你要回到阶级的鸿沟, 不好愉悦, 但是你和我在一起, 我会带你进入上流社会, 我也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我了, 你知道的, 你想要的一切, 除了婚姻我都能给你。 他越说越激动, 突然上前握住我的双肩, 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我笑了笑, 朝林木池勾勾勾手, 他满意一笑, 缓缓低下头, 就要吻我, 他。 我狠狠一巴掌, 扇在了林木池的脸上, 声音清脆而又响亮, 林木池蒙了, 紧接着怒一袭来, 岑宁, 你真的要这么不识好歹, 你想跟我结婚, 这辈子都不行, 但我也说了, 除了名分, 沉蔓有的你全都有, 甚至我会给你更多, 因为我知道我欠你的, 我会尽力弥补你, 你还想怎样? 傻逼, 我说完就上车走人了, 真不该来这趟跟郊区了一样, 恶心下头的男人。 他刚才的一番话, 连他最后小小的人格都丢弃了。 月, 我不想再见到林木, 迟了, 连报复的心思都没有了。 陈万我也不想看到了, 只希望他自己好自为之, 可我偏偏又看到了他们。 是这样的, 我收到了顶级参会 给我发来的邀请函, 希望我能参加。 这是一个学术机构, 上流人士的秘密机构, 能够参加这个参会的人士 无不是各界的顶级大佬。 我能收到这个参会的邀请函, 自然是因为我爸妈拓展人脉的好机会, 我当然会去了。 到了地方, 我刚下车就看到了林木池和陈万, 他们两个看到我似乎很惊讶, 陈宁, 你怎么来这了? 我懒得搭理他们, 直接进去, 身后响起了沉慢含笑的声音, 应该是做陪衬的吧? 这种场合都是这样的, 一个顶级大佬级别的, 越往下级别越低。 嗯, 这人有眼界, 但是不多。 我拿着邀请函进去, 人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我刚进去, 一个女王般霸气的女人就迎了上来。 岑小姐, 欢迎欢迎, 今天可是你的主场, 我们大家都在等着呢。 我保持微笑。 陈万刚才说得很对, 这种场合一般只有一个顶级大佬, 绝对不会出现电视剧里那样的场面, 多个旗鼓相当的人聚在一起, 明争暗斗, 而我就是今天的那个顶级大佬。 这还是借了我爸妈的光啊, 至于他们为什么认识我, 那是因为几年前, 我和我妈曾经参加过一次。 这一次我可以自己参加了, 妈妈, 我出息了。 我这边刚落座, 林木池和陈万就进来了。 两人很亲密, 一一和大家自我介绍到我面前的时候, 两人一同跳过我, 和我身边的女王大人介绍女王大人。 李尚文脸色冷了冷, 看向他们手里的邀请函, 眉心倾簇, 谁给你们发的邀请函? 文言, 林木池和陈万结实一顿, 最后还是陈万掀开了口, 这上面只是以参会的名义发来的邀请。 李尚文点了点头, 行了, 你们去那边坐着吧。 林木池和陈万看了我一眼, 到底没敢造次。 去角落里坐着了, 他们也就敢跟我嘚瑟, 吃吃喝喝, 说说笑笑, 一会大家开始拍照。 我坐在C位上, 却被陈万给拉了起来, 他倒是没那么粗鲁, 反而还很亲密, 笑咪咪地指着最边上的位置。 陈宁, 你坐在那里。 李尚文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你说什么? 陈万依旧笑得体, 不好意思, 曾宁第一次来这种场合, 不是很懂规矩。 曾宁, 你怎么能坐C位呢? 林木池似乎也觉得我很丢脸, 呼吸沉了沉, 你的邀请喊哪来的? 陈宁, 这不是你胡闹的地方, 你先走吧。 我对这两个傻逼, 感到深深地无语, 他们就看不出来 所有人都对我毕恭毕敬的吗? 周围响起了议论声, 这是哪位? 为什么我没见过? 还是让他们出去吧。 保安林木池也不知道 以什么立场, 竟然觉得我给他丢人了, 一把抓过我的胳膊, 就把我带着往外走。 你先出去, 晚点再说, 你在干什么? 李尚文严厉地质问, 林木池面露歉意之色, 抱歉, 我这就带他走。 李尚文上前扶开林木池的手, 陈小姐是我尊重的客人, 你有什么资格带走我的客人? 林木池文言一正, 什么李尚文话都不愿和他们多说, 可能是觉得没面子, 直接叫来保安把他们两个请出去。 这时不知道是谁说了话, 他们好像和陈小姐很熟啊。 陈小姐怎么会有这种朋友? 你当谁都能跟陈氏千金做朋友的呀? 好几个人过来安慰我。 陈小姐, 你别生气, 咱们继续吧。 真是晦气, 你们两个还不快走。 林木池和陈曼震惊地视线砸向我, 你是陈氏千金, 你们两个还不走。 李尚文历声怒斥, 再好的脾气也被逼得发了火。 滚啊, 保安啊, 真丢脸, 哪来的两个乞丐跑到我们餐会来乞讨, 丢人现眼, 邀请函也是假的吧。 最后, 林木池和陈曼在一声声地嘲笑中被保安带走了。 我在餐会上还投资了几个小公司, 至于林氏那边, 我想也应该加快收购进城了。 没意思, 现在他们知道我的身份, 那就不好玩了。 第二天, 我又接到了林木池的电话, 电话里他的声音明显恭敬了许多, 至少不那么狂妄狠毒了。 陈宁, 我们能见个面吗? 我笑了笑, 好啊, 我倒想看看他能做到什么程度。 林木池这个人对别人狠, 对自己也狠, 一见面他就跟我道歉, 对不起, 过去是我不好。 宁宁, 我已经和陈曼解除婚约了, 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林木池深情款款地看着我, 我是真的爱你, 我也跟你说过的, 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你的身份, 我并不是因为你是曾是千金才爱你的。 宁宁, 你应该感受得到我的真心, 对不对? 我摆摆手, 你先等会, 我有点恶心, 想吐。 林木池, 我今天来见你就是想跟你说, 我对你的公司很感兴趣, 我准备收购你好好准备一下, 至于其他的我不感兴趣, 说完我就要走, 林木池却一把把我拽进了他的怀里, 紧紧搂住我。 我不会让你走的, 我已经失去过你一次了, 我不会再我一把推开他。 林木池, 我现在还是良性收购, 如果再有下一次, 你就等着吧, 我不会让你有好果子吃的。 林木池没再动手动脚, 我走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 我和林木池竟然上新闻了。 周玉白也看到了, 他拿着照片问我, 他是你前任? 我连连摇头, 不是。 周玉白脸色极冷, 好吧, 周大佬肯定不相信。 我承认我确实喜欢过他, 但我们两个真的没有交往过, 之前他一直搪塞我, 说等公司上市了再和我在一起, 但是公司上市之后, 他和别人好了, 直接把我给甩了。 周玉白冷哼了一声, 所事, 你才跟我结婚, 我还能说什么呢? 那个时候, 我只想搞事业, 我爸跟我说, 让我跟你结婚, 我就直接答应了。 周玉白, 我发誓我和你结婚之后, 绝对没有和他藕断丝连, 我一直在和他作对, 你也是知道的。 文言, 周玉白的脸色微微好转, 有戏我继续说, 而且我还打算收购他的公司, 一直没行动。 就是我想玩玩猫捉老鼠, 很有意思的, 但现在他知道我是曾家的人了, 不敢跟我作对。 你还喜欢他吗? 周玉白突然打断我的话, 我一时没跟上他的节奏, 慢慢拍得摇摇头, 不喜欢了。 早就不喜欢了, 你犹豫了。 周玉白指出, 周大佬, 你这就有点做了。 那你怎样才能相信我? 周玉白拿过我的手机, 发微博官宣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惊了, 不是说要等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不发, 那你就是还爱他。 我拿过手机直接发了一条微博, 往后余生, 只想与你柴米油盐同量天地宽, 共度日月长。 爱周玉白? 行了, 我把手机递给他看, 我明明看到他嘴角都上扬了, 但下一秒, 周玉白就又板起了一张脸, 你如果觉得勉强可以删除。 我深吸一口气, 上前抱住他, 那你还要怎样? 换成我追你行不行? 周大佬可真不好哄。 不用, 周大佬果然很不好哄。 下一秒, 你说你爱我就行, 还是很好哄的吗? 可是我爱他吗? 陈蔓约我见面, 我和林木齿解除婚约了。 我知道了, 林木齿已经跟我说过了。 陈蔓自嘲一笑, 抬眸看我,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傻? 曾经的我和你一样傻, 我在陈蔓的身上看到了曾经的自己, 但有一点, 陈蔓, 我和你之间一直都不存在真正的过节, 如果我想跟你争林木齿, 你争不过我的。 陈蔓点点头, 是啊, 我现在知道了, 之前的我确实不知天高地厚, 把你当成我的假想敌。 抱歉, 我并不接受陈蔓的道歉, 毕竟我从来没把他放在眼里过, 他连跟我道歉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没必要纠结这个, 你以后别再联系我了, 我们也没什么需要见面说的事情。 我起身离开了, 但陈蔓给了我启发, 我得好好珍惜周玉白, 我可不想让周玉白落得陈蔓的下场。 我要告诉他, 我现在已经不是因为利益才和他在一起了, 我也有点喜欢他, 以后会越来越喜欢他的, 可我却在周玉白的公司大厅看到了何卓, 他看到我也很惊讶, 你怎么来了? 下一秒, 他就吃笑起来, 你也来找周总合作。 陈宁, 我真不知道你脑子里装的是什么, 就你那个小破公司还想跟周总合作, 你是傻逼吧? 这么说你也是来找周总合作的了。 何卓扬起下巴, 我跟你不一样, 周总肯定会跟我合作的。 不, 周总肯定不会跟你合作的, 我语气肯定。 何卓怒了。 你说什么? 你懂个屁。 我翻了翻眼睛, 叫来保安把他撵出去。 曾宁, 你他妈白痴, 你, 你有什么资格是总裁夫人? 保安应了一声, 就叫人嫁着何卓出去了。 何卓都傻了。 唉, 傻孩子, 多看看新闻吧。 一年后, 我收购林氏成功, 成了林氏新任总裁。 当天的晚宴, 林家的人也来了。 林木池远远看着我, 不敢靠近, 我看过去, 却对上了林木池他妈的视线, 像是被我抓包了似的。 林木池的母亲连忙点了一下头, 笑得比哭还难看。 我挑了挑眉, 正要上前, 视线就被挡住了, 是周玉白好看吗? 周玉白冷声问, 我的坐经老公又上线了, 不好看, 他们都不好看, 就你好看。 我抱住他, 安抚周玉白, 那你说你爱我。 行, 我爱你。 骗人, 真心的。 那你证明给我看。 没耐心了, 周玉白, 你别无理取闹, 我说爱你就是爱你, 你敢质疑我对你的爱。 未来三天你别想下床。 周玉白, 没办法, 老公是坐经, 那我就只能霸总一点了。 我现在也是名副其实的霸总, 我现在也是真的爱你, 周玉白。 周玉白却推开了我, 把我往外面带去, 换件衣服, 以后别穿旗袍了, 只能穿给我看。 所以, 我的坐经老公, 旗袍又哪惹到你了?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出生在农村, 家里姊妹四个, 我排行老二, 上面一个大哥, 下面还有三妹四弟。 父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当过兵, 退伍后回到乡下务农, 母亲没福气, 在我二十四岁那年就去世了。 没看到我出嫁, 我听我大哥说, 我出生的前两年, 他就和大嫂去了外地打工, 一走就是四年。 等他们回来时, 第一次见到已经两岁多的我, 感觉特别惊喜, 特别地喜欢。 我在农村陪伴了父亲 整整二十六年, 结婚后跟丈夫魁生 去了青岛安家落户。 父亲知道我走得远, 很是不舍, 结婚那天特意送我, 他亲手编织的锅锅笼子。 他说, 小霞, 爸没啥能耐, 只能送你这个, 想爸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 就像小时候爸爸陪在你身边一样。 父亲送我的锅锅笼子, 我一直珍藏着, 就算自己老了, 不再玩锅锅了, 也没舍得扔掉, 因为他对我来说 就是个念想。 我结婚的第二年, 生下了我大女儿, 父亲一高兴, 从千里之外的沈阳就赶来了, 还给我大女儿带来了 五百块钱的见面礼。 当晚父亲和我丈夫喝了几中酒, 聊得很晚才睡。 父亲回去的第二天晚上, 大哥打来电话说, 父亲病了, 是急性蓝尾炎, 他和三妹四弟在照顾, 让我不要担心, 安心坐我的月子。 手术后七天, 父亲拆线时, 整个伤口处大面积流浓, 医生说发生了脂肪液化, 需要引流治疗。 大哥和大嫂全程陪护, 父亲皮肤不和, 还有轻微的糖尿病, 光引流就用了二十七天。 当我急三忙四赶回沈阳时, 父亲出院, 刚到家两天, 我一直觉得是父亲千里迢迢来看我, 才落下了这个病这道 砍我这辈子都没愉悦过。 我也暗自发誓对父亲好好的, 不能让他寒心。 我抱着大女儿在父亲家住了整整二十天, 白天给他洗洗涮涮, 晚上陪他喂猪六弯。 父女俩有说有笑, 忘记了时间的悠然, 我忽然觉得父亲家里还是那么温暖, 我也不像是被父亲泼出门的水。 之后的十八年间, 我每年春节都和丈夫回去看父亲, 渐渐的, 我的三妹和四弟也都陆续结婚了, 父亲的笑容也在逐年增多。 四弟结婚的第二年, 三妹就把父亲接到了城里生活, 考虑到农村的房子没人住, 就建议父亲把房子卖了。 父亲的房子卖了一百二十三, 零零零, 一直掐在手里没动过一分钱。 十年前, 四弟做水果生意, 产培, 父亲见他可怜, 准备动用卖房款借给他做周转金。 大哥和三妹说啥也没同意, 他们觉得那么父亲的养老钱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能动的。 无奈之下, 父亲找到我, 让我帮四弟想想办法, 我丈夫魁生二话没说, 一笔五万的转账, 立马到了四弟的手中。 四弟习感激涕零, 特意给魁生寄来两箱东北特产, 南果梨, 那个好吃, 让人感觉特甜。 父亲在三妹家住到第三个年头的时候, 三妹夫和三妹离婚了。 至于什么原因, 三妹连我这个姐姐都没告诉父亲, 见他一个人整天哀声叹气, 就不想在那待了, 非要搬出来不可。 是老房子都卖了, 父亲连自己可以站脚的地方都没了, 哪里还是他的家呀? 大哥打来电话, 说父亲坐在三妹家小区的长凳上, 整整哭了一晚上。 那时候我大女儿刚上高中, 我也是陪读, 刚去半年, 父亲那边突然的变故, 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和魁生一合计, 干脆把父亲接到青岛来, 和我还有我的大女儿一起住一段时间, 我一个人也是照顾, 加上父亲就是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儿, 无所谓了。 我把父亲接到我这老养老, 大哥有点不自在了。 大哥说他是家中老大, 和父亲生活的时间最长, 父亲冷不丁走这么远, 他心里很是惦念。 沈阳离青岛一, 000多公里, 去一次也不方便, 他说他和大嫂很是上伙, 父亲爱来我这。 他说他喜欢青岛这座温暖的城市, 更喜欢大海, 每天去海边溜达溜达, 散散心, 啥烦心事都不想了。 我把父亲想留在青岛养老的想法, 和大哥说了一下, 大哥欲言又止, 但也没多说什么。 父亲来我家的第一个春节, 我们姊妹四个都悉数到场, 在我家热热闹闹地过了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他们应该是三社晚上来的, 一直住到正月初五。 临走的时候, 大哥掉眼泪了。 他说他很想念父亲, 平时父亲不在身边, 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他想接父亲回去, 父亲当时态度很坚决, 哪也不去, 死也死在青岛。 见大哥没有说服父亲, 大嫂就搭话了, 我是大嫂, 我说两句吧。 咱爸年纪也不小了, 按理说在小霞, 这养老我们也是放心的, 怎奈父亲这辈子不吃海鲜, 你们不是不知道, 再有就是总在小霞这养老, 我们对老人想尽赡养义务, 也没机会啊。 咱不出人, 还不出钱吗? 可要是出钱, 这问题就来了, 我和你大哥都是自由职业者, 每个月的收入勉强糊口。 三妹刚离婚, 一个人过日子很难, 咱怎么忍心薅羊毛? 四弟那更别提了, 弟妹生了双胞胎, 还都是男孩。 正所谓耗子拉木仙, 大头儿在后头呢, 困难得很。 这林总我们也是很无奈, 再说了, 小霞这日子过得最好, 也不在乎我们这两个钱, 只要咱爸住得舒心, 我们也就少了一份牵挂。 倒是小霞和魁生多多辛苦了, 大嫂代表咱们姊妹三个, 谢谢你俩。 我一听这话, 微微一笑, 说, 大嫂, 你们就放心吧, 爸在我这就是吃口饭的事,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就算有点压力, 我和魁生生养的是女儿, 负担没你们那么重, 我养爸得老也不用你们拿一分钱给我补偿。 初五晚上, 大哥他们绕到大连, 从青岛坐船, 就回了沈阳。 自那以后, 六年间, 除三妹来了两次, 还是跟我借钱外, 他们再也没有来过青岛。 父亲说, 小霞他们不来更好, 免得他们花路费。 你和魁生做饭做菜的麻烦, 父亲在我这待得很开心。 他白天去遛狗, 晚上去海边溜达, 偶尔去海调公园里下棋。 他说, 他活得很幸福, 只是闻到海边的腥味, 多少有点不舒服。 时光荏苒, 白居过细, 转眼七年过去了。 今年三月, 父亲突然有三天, 不正经吃饭了, 精神头没有以前足了。 魁生一看自觉不妙, 就生拉硬拽, 把我父亲送到医院检查。 等结果出来时, 我们都傻眼了。 父亲得的是一线癌, 而且是晚期。 为了隐瞒病情, 我和魁生决定 去医院门前的复印社 做一份假病治, 瞒过父亲。 可是父亲是个 特别细心的人, 他对我们手里的病治看 都没看一眼, 竟只走到医生办公室, 非要自己看医生电脑上, 他本人的资料不可。 这下坏了, 瞒不住了。 父亲知道自己的病情后, 显得异常烦躁, 经常不吃饭, 也不配合治疗。 他说, 晚期一线癌发展很快的, 最终也是疼痛难忍, 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和金钱, 更不想占据有限的医疗资源, 把它留给更需要的人。 大哥知道后, 和大嫂连夜飞来青岛, 说什么也要接父亲回沈阳。 他们的说法是, 落叶归根, 魂归故里, 回沈阳大哥家走完最后一程, 父亲居然同意了。 在大哥家的第五天, 半夜十二点刚过, 父亲突然起身, 让大哥把他的手机拿过来。 大哥说, 爸, 现在半夜三更的, 你打电话给谁呀? 父亲嗷嗷了两声, 再没说话, 可眼睛一直盯着茶几上 他的手机发呆。 这是事后大哥跟我说的, 到大哥家的第八天早上, 大哥突然给我来电话了, 说父亲看样子快不行了, 让我和魁生火速赶回沈阳。 到了沈阳后, 父亲看见我, 精神头立马提起来了。 大嫂告诉我爸, 那样子可能是GFC, 咱们心里都要有个准备, 看看爸爸能不能留下什么遗言。 果然不出大嫂的预料, 下午三点多, 父亲突然说要自己坐起来, 并把我们姊妹四个都召集到了身边。 父亲缓了缓神, 吃力地说, 你们四个听好了, 把这辈子挺知足, 你们都很孝顺, 日子过得也都还不错。 我就是闭眼, 也没什么可牵挂的了。 我名下没有房产了, 只留下当初那卖房款十二万三, 加上你母亲去世时攒下那三万块钱, 大数就是十五万。 老三离婚了, 早晚还要嫁人, 我给他留三万做嫁妆。 二婚的女人不容易, 你们不必和他攀比。 老四生了双胞胎, 都是男孩, 我看不到两孙子结婚那天了, 我给两孩子各留四万, 剩下那四万给老大, 我死了要他张罗发送, 就当我的丧事费用了。 我死后遗体火化后和你母亲病骨, 就是其他的我愧对小霞, 无以答报, 只求你们姊妹三人替我继续关照小霞, 任何时候都不要给他气受, 都不要伤了他的心, 我便死而无憾了。 父亲说话间, 我始终拉着他的手, 两眼一直没有离开过父亲的眼光。 父亲说完, 看了我只留下一句话, 小霞, 你照顾我七年, 你和魁生受累了。 叔叔, 谢谢你们。 叔叔, 三妹和四弟听后, 惊讶地哇哇大哭。 大哥二姐, 我爸都稍糊涂了, 把爸爸说成了叔叔, 这可咋办呢? 父亲在分配遗产时, 对我指字未提, 我不觉得意外, 因为我出嫁时父亲送我的那个锅锅笼子, 比金山银山还值钱。 我泪眼朦胧之际, 大嫂冷不丁突然来了一句, 爸, 你这么做, 未免对二妹不公啊。 小霞伺候你七年, 没功劳还有苦劳, 遗产他一分也没有, 说不过去啊。 我记得我婆婆临死前交代过, 说他还有一枚娘架传下来的翡翠戒指, 哪去了呢? 我和你大儿子结婚的时候, 婆婆就说过, 亏欠我的最多彩礼钱, 就给我三百块钱。 你再看看老四, 他结婚时, 连婚房贷三斤, 你足足给了四十多万, 这让我们心里怎么平衡啊? 依我看啊, 那么翡翠戒指就应该留给我和您大儿子, 加上小霞, 这两家算是对我们各自的一个补偿才对。 父亲听后眼睛眉眨一下, 只是轻轻地摇摇头, 说你母亲那枚翡翠戒指, 死后暗祖讯早就传给了他娘家者了, 和我们从家早无任何瓜葛。 你们想多了? 晚上八比十三, 父亲寿终正寝, 享年八十四岁。 父亲, 百日后, 我见到了我母亲的娘家者洪雷。 洪雷说, 二姐, 我六姑, 我母亲活着的时候, 的确给过我一枚翡翠戒指, 说是让我代为保管的, 等六姑爷, 我父亲也去世之后, 要我亲手传给你, 因为我六姑爷和六姑有约定, 尽管他不喜欢吃海鲜, 闻不得大海的味道, 但也要在你那养老。 他说过你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是他牺牲的战友的女儿。 他的战友牺牲前, 把你托付给六姑爷抚养, 并给了他这枚戒指留作抚养费。 二姐, 现在物归原主, 这枚戒指你好好珍藏, 别弄丢了六姑和六姑爷的念想。 看着那枚戒指, 我两腿发软, 跪在地上久久不愿起身。 写在最后, 故事写到最后, 我泪十一斤。 从爷爷在当年极其困难的条件下, 依然收养了牺牲战友的女儿, 可谓是大仁大义, 博爱精深, 坚韧豁达, 大爱无疆。 从爷爷之所以没有在遗嘱中提及故事的主人公, 或许他觉得自己省吃俭用去扶养小霞, 要对自己亲生的三个孩子一个交代吧。 从爷爷没有耗尽战友留给他的那枚翡翠戒指, 最终用其特有的智慧促成物归原主, 实在是有心有爱, 功德圆满。 而小霞在对自己身世一无所知的情况下, 舍弃私利, 提携兄妹尽赡养老人之己任, 行无欲无求之善举, 就是对从爷爷最好的告慰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浅谈人生》,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他三十五岁, 工资四, 五百, 婆婆瘫痪, 公共让他每月给八, 零零零请保姆, 不然辞职。 林雪怡三十五岁, 孩子七岁, 她在一家公司当会计, 每月工资四, 五百。 老公叶青, 三十九岁, 在事业单位上班, 每月工资五, 八百, 不过比她福利好, 雪怡这个岁数了, 才拿这点工资, 她也很无奈, 本来如果她一直上班, 可能也升职主管了, 那工资最少也有八, 五百了。 她摇了摇头, 继续工作, 有空就看书, 如果今年能考上注册会计师, 她觉得升职还是有望的。 下班接女儿回家, 叶青已经在做饭了, 看他们回来了, 说今晚吃火锅吧。 我做了番茄和香辣的, 雪怡笑着说好呀, 感觉好久没吃火锅了。 正想着呢, 女儿潇潇说, 爸爸有没有买牛肉? 我要吃现切的, 叶青肯定买了, 我宝贝爱吃的, 我怎么可能忘了? 三个人热热闹闹吃过饭, 雪怡一边自己学习, 一边陪着女儿写作业, 而叶青去洗衣服了。 叶青刚把女儿的相服挂好, 电话响了, 一看是她爸爸的, 她接通后就听到爸爸说, 叶青, 有个事要给你, 说你妈瘫痪了。 叶青吓了一跳, 说, 爸, 你没开玩笑吧? 到底怎么回事? 爸爸, 你妈洗澡的时候狠狠摔了一跤, 结果当时我也不在家, 等送到医院说是伤到了腰椎, 多半要瘫痪了。 叶青着急地说, 爸, 你们在哪个医院? 我现在就过去, 爸爸就在是医院, 你过来带点饭, 我还没吃呢。 叶青给雪姨说了一下, 就打算赶过去, 雪姨说, 老公, 我和你一起去吧。 叶青, 不用了, 这么晚了, 笑笑也要睡觉。 叶青当晚没回来, 雪姨起床后和女儿吃了早饭, 送她上学后也去上班了。 中午的时候, 她给叶青打了电话, 又买了吃的赶去医院, 婆婆躺在床上, 脸上没什么血色, 此刻睡着了, 公公和老公在床边, 她把吃的给了老公和公公, 然后问叶青, 妈怎么样了, 能吃饭吗? 我给她买的瘦肉粥。 叶青低声说, 哎, 多半要瘫痪了, 不过最好的情况是, 上半身能动, 能坐轮椅, 就是最好的结果了。 她低声说, 哦, 那今晚你能不能回来? 叶青, 我到时再看吧, 你照顾好孩子, 我和爸商量一下, 请个护工照顾几天, 一周后, 婆婆出院了, 就像医生说的, 婆婆能坐轮椅, 没有直接躺床上不起,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这天雪姨刚要去接孩子, 接到老公的电话说, 雪姨, 你接到孩子后, 直接去爸妈家, 我也过去, 爸说有事情要商量。 雪姨皱眉答应了, 接了孩子就过去了。 在小区门口, 雪姨打包了几个菜, 她想, 现在婆婆这样了, 家里肯定没人做饭, 而她也懒得做, 毕竟她平时很少去, 也不数几个人吃了晚饭, 婆婆还是很低落, 她一时还接受不了这个结果。 饭后公公说, 今天叫你们来, 是想商量一下怎么照顾你妈。 叶青皱了皱眉说, 爸, 你说吧, 打算怎么做? 公公, 我是这么想的, 叶青, 你辞职吧, 你妈现在这种情况, 必须得有人照顾了。 雪姨看了一眼公婆, 什么都没说, 婆婆生气地说, 老爷, 你疯了, 叶青工作这么好, 怎么能辞职? 公公瞪了她一眼说, 那你说怎么办? 你现在这个样子, 没人照顾你, 都得饿死。 婆婆转头看了雪姨一眼, 不过没有说话。 公公说这样吧, 反正事情就是这样, 你们自己回家商量, 要不一个人辞职照顾你妈, 要不给月给爸, 零零零我雇个保姆。 雪姨突然笑了, 说, 爸, 那你呢? 都说少年夫妻老来伴, 现在妈这样, 不是真是你这个老伴出力的时候吗? 雪姨走到婆婆身边说, 妈, 你伺候爸这么多年, 如今你生病了, 怎么这也该爸照顾你了吧? 你说是不是? 公公生气地说, 我一个大男人怎妖伺候她, 我又不会做饭, 又不会照顾任人, 再说又不方便。 你是想让你妈早点死吧? 你可真是心狠哪, 雪姨。 呵呵, 没有人天生会的, 你不会你学啊, 你现在也才六十五岁, 怎么就不能照顾妈了? 再说了, 你当老伴的照顾不方便, 那当儿子的就更不方便。 雪姨轻轻地对婆婆说, 妈, 你可要想清楚了, 爸不照顾你, 那就是天天在外边玩她的, 你还有养老金呢, 也就是供她吃喝玩乐了。 而你儿子为了你, 就算不辞职, 也快养不起孩子, 要离婚了。 婆婆看了她一眼, 至于心里怎么想的, 雪姨也不明白了。 公公看她悄悄和婆婆说话, 直接说好了, 叶青, 我该说的都说了, 你们商量后, 明天给我个结果, 不然这日子没办法过了。 叶青皱了皱眉, 说, 爸, 我辞职不合适吧。 再说, 我也没听说过 儿子辞职照顾妈的, 那我家怎么办? 孩子拿什么养? 公公不是说了吗? 你们要怎么做自己去商量, 再要不给钱也行。 雪姨冷笑了一下, 说, 叶青爸的意思是你不能辞职, 不是还有我吗? 她提出的八, 零零零快, 也是逼着要我主动说辞职呢。 叶青看了爸爸一眼, 又看了雪姨一眼, 她这时候也反应过来了, 雪姨每个月才挣四, 五百, 而她爸要他们给八, 零零零, 而她虽然挣得少, 可是稳定的事业, 便这么一来, 那不就是逼着雪姨辞职吗? 叶青这时候有点伤心了, 这就是她爸, 什么时候想的都是自己。 叶青脸也冷了, 说爸家里存的钱呢? 拿出来请保姆照顾我妈, 再说我妈每月还有四, 零零零的退休金呢。 她爸爸看了她一眼, 说, 那些钱是我和你妈养老用的, 怎么能拿出来? 雪姨爸, 你这话就不对了, 我妈现在就是要用钱养老的时候了, 不然什么时候用? 还是说是你要用? 雪姨说完, 笑笑再叫她。 她刚想过去看笑笑, 突然公公冲到她面前, 直接狠狠扇了她一巴掌, 嘴里骂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 就会在这挑拨离间, 我打死你。 雪姨被打的耳边嗡嗡响, 半天没反应过来, 叶青已经过来, 一把推开了她爸, 说, 爸, 你干什么? 是不是雪姨说对了? 你才恼羞成怒? 雪姨摸着脸瞪着公公说, 哼, 谁不要脸谁知道, 我看你这么大岁数白活了, 妈伺候你这么多年, 她一病你就想甩锅, 还捏着钱不放手, 想自己享受, 你怎么这么不要脸? 雪姨这巴掌我记住了, 从今天起, 只要有你在, 我再也不进这个门。 说完她喊着笑笑, 带孩子回家, 叶青也跟着走了。 回到家, 雪姨越想越难过, 哄孩子睡觉后, 一个人在那哭, 叶青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轻轻拥着她说, 雪姨, 别哭了, 对不起, 我替我爸给你道歉。 雪姨哽咽着说, 叶青, 我告诉你, 你不能辞职, 我也不会, 否则我就和你离婚, 你去伺候你妈, 我和笑笑生活。 叶青惆怅地说, 雪姨, 那你说, 我妈怎么办? 她一辈子要强, 如今成了这样, 本来就难过, 再没人照顾, 我怕她想不开。 雪姨, 你爸呢? 她凭什么不照顾? 她凭什么一辈子 就要被人伺候? 叶青, 雪姨, 我爸那人就那样, 你觉得她可能伺候吗? 当时, 我妈要来照顾孩子, 我爸坚决不同意, 就是怕我妈走了, 没人照顾她。 雪姨, 呵呵, 是啊, 所以当年我才没办法, 只能辞职照顾孩子, 她现在是又想我辞职照顾妈呢, 怎么就有这么自私的人呢? 叶青也摇了摇头, 说你放心, 我不会辞职, 也不会让你辞职的, 具体怎么办, 我们再商量。 雪姨点了点头, 反正她是不会辞职的。 孩子送了幼儿园后, 她才又开始工作的, 如今虽然工资低, 每月只有四, 五百, 可是只要她考上注册后, 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雪姨已经想好了, 反正这件事, 她再不掺和了, 而每个月给她们养老的钱不能超过二, 零零零, 不然自己家的日子就紧张了。 叶青第二天下班又回家了, 毕竟妈妈这种情况, 她很不放心, 本来妈妈心里就难受, 再因为照顾她, 几个人吵成这样, 是个正常人都会抑郁, 更别提是个刚刚不能走动的人了。 叶青回家后, 妈妈一个人孤单地坐在轮椅上, 在窗户边看着外面, 一脸地落寞。 叶青走到妈妈身边说, 妈, 你怎么一个人在家? 我爸妈妈突然说, 叶青, 你赶紧送我去卫生间, 我要上厕所, 我都快要憋死了。 叶青把妈妈推到卫生间, 抱她坐在马桶上, 妈妈赶她出去, 一会儿再来帮忙。 好不容易照顾妈妈, 上完厕所, 妈妈开始哭了, 声音哽咽的让叶青也很难受, 妈妈哭着说, 叶青, 妈妈该怎么办呢? 与其这样, 妈妈当时直接死了多好啊。 叶青妈, 你别多想, 你有退休金, 家里还有存款, 大不了我们请个保姆, 专门照顾你妈妈。 叶青, 你爸是指望不上了, 他今天早上出去再没回来, 他早上帮我上厕所的时候就很不耐烦, 然后骂骂咧咧地出门了。 叶青听了心很疼, 说, 妈, 那你都没有吃饭, 也没喝水吗? 妈, 妈, 哎, 我早上吃了一个馒头, 中午没吃水, 我也不敢多喝, 不然我一个人没办法上厕所。 叶青真的生气了, 他怕太过分了, 被妈妈伺候了一辈子, 犯癌身手, 医来张口的, 如今妈妈得病了, 他竟然丢在家里不管不顾, 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呢? 他给妈妈擦了眼泪, 说妈别哭别哭, 没事, 还有我妈妈的眼泪根本擦不完, 说叶青, 我后悔当时就应该去帮你照顾孩子, 让雪姨继续工作, 可是就因为你爸死活不同意, 雪姨才辞职带孩子的, 雪姨心里肯定不舒服的, 如今我这样, 我也没脸让你们照顾啊。 叶青安慰着妈妈说, 妈先别急, 等爸来了, 我和他谈, 让他拿钱请保姆, 有保姆在你就不用担心了。 叶青说, 妈, 我先去给你做饭, 吃了我们再商量。 妈妈点着头, 叶青想, 他肯定饿坏了。 妈妈说想吃汤面, 叶青很快地做了二碗面, 里面放了青菜, 牛肉和西红柿, 妈妈吃得狼吞虎咽, 叶青直接看哭了, 妈妈可能不光是饿, 还有深深的不安, 才会表现得这样吧, 一直等到晚上十点, 他爸才回来, 嘴里还哼着歌, 看见他在说, 叶青, 你来了, 你们考虑得怎么样了? 叶青, 爸, 你知道妈现在动不了吗? 你一天去哪了? 你不知道妈没饭吃, 没办法上厕所吗? 爸爸看了一眼妈, 妈, 无所谓地说, 所以不是让你老婆辞职了照顾吗? 我一天有那么多牌友, 还要喝点小酒, 那有那个时间守着他, 叶青爸, 你不觉得你太过分了吗? 他可是伺候了你一辈子, 爸爸, 哼, 谁让他这么没用, 你看看他现在还能做什么, 上个厕所都要人帮忙, 恶心的我一天心情不好, 叶青, 要不你直接走吧? 我现在看见他就想起他上厕所的事, 真是太晦气了, 妈妈震惊地看着他说, 老叶, 你真的要这么做, 一点都不念这么多年的夫妻感情, 他爸爸不耐烦地说, 那你要我怎么做? 一天守在家里, 伺候你吃, 伺候你上厕所, 你也不看看你有那么大的脸吗? 真是太搞笑了, 妈妈愣了半天, 突然笑了, 说, 好, 既然这样, 那我们离婚, 我跟着叶青生活。 说完, 妈妈看了一眼叶青, 眼神怯怯的, 她肯定是怕叶青也拒绝吧。 叶青握着她的手说, 嗯, 妈, 到时候你跟着我生活。 爸爸冷笑了一下说, 呵呵, 你做得了主吗? 当年你妈没去照顾孩子, 你老婆被迫辞职了, 现在她能同意? 妈妈愤怒地看着她说, 这不是怪你, 我要去的, 你死活不同意, 你怎么现在还有脸说? 爸爸无所谓地说, 凭什么要去? 他们自己的孩子自己养, 你去了我怎么办? 看着爸爸这个样子, 叶青也是死心了, 他爸肯定是靠不住了, 与其这样, 他也支持妈妈离婚, 然后用离婚的钱, 请保姆和他们一起生活。 叶青看着妈妈说, 妈, 你决定了吗? 妈妈说, 嗯, 只要能和你们一起生活, 我立马离婚。 爸爸, 哼, 你以为你想离就能离? 我不同意, 你也没办法。 叶青妈, 我明天给你找个律师, 你直接起诉吧。 你现在这种情况, 我爸不管不顾, 你离婚, 拿钱请保姆, 法官也会支持的。 妈妈点了点头, 爸爸生气地喊, 叶青, 你有病啊, 有你这样的吗? 让年老的父母离婚, 你就不怕别人戳你几两骨吗? 叶青, 别人说什么我不在乎, 我就是想让我妈好好活着。 叶青, 看爸爸那样子, 晚上也不会管妈妈, 就想留下来照顾, 却被妈妈赶走了, 让她回家和叶青商量。 叶青回家后 对雪姨说, 雪姨, 如果我爸妈离婚了, 我接妈来家里住, 我们请个保姆吧。 雪姨没想到会这样, 她以为最多公共 拿出钱请个保姆, 没想到竟然要离婚。 雪姨, 什么离婚? 爸妈要离婚? 你说真的? 叶青给她说了今天的事情, 雪姨也是一阵唏嘘, 没想到公共竟然这么无耻, 这么冷血, 她真为婆婆一辈子不值。 雪姨, 好吧, 就是家里有点小啊, 怎么住呢? 妈妈和保姆住一间, 笑笑就只能住那个小书房了。 叶青点了点头, 说只能这样了, 不然怎么办? 那是我妈, 我不能不管了。 雪姨, 行吧, 我明天就收拾房间, 先这么住着, 过两年想办法再买套大一点的。 叶青苦笑着说, 哎, 我本来还想着我们生个二胎呢, 不然就岁数大了。 雪姨摇了摇头, 说算了, 没那个条件啊。 叶青找人介绍了一个律师, 带她去见了妈妈, 那已经是快下班的时候了, 她打开家门, 有一股味道, 她皱了皱眉, 喊, 妈, 你在哪? 我带律师来了, 妈妈突然喊叶青, 你让律师在外面等一下我。 我, 叶青推开了卫生间的门, 妈妈坐在地上, 轮椅在身边。 妈妈难堪地看着她说我想上厕所, 可是不行, 摔地上了, 而她闻见了恶臭味, 应该是妈妈拉到裤子里了。 妈妈难堪地低着头, 不知道该怎么办。 叶青也愣住了, 她也没遇到过这种事情, 不知道该怎么替妈妈收拾。 律师是个四十左右的女律师, 说你就这样让你妈一个人在家里, 这是虐待。 叶青不知所措地说, 不是, 我以为有我爸在, 不管怎么样, 她也会先照顾一下, 没想到她根本不管。 叶青想让抱妈妈起来, 可是她不愿意, 她说, 叶青, 求求你, 你找一下雪姨, 让她帮我一下吧。 律师看着她妈妈说, 你儿子也可以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妈妈低着头, 就是不愿意。 叶青也明白, 这段时间对妈妈来说, 变化太快了, 她的心理还接受不了, 一时之间转不过来弯。 来, 叶青, 好, 妈, 我让雪姨来帮你, 你再坚持一下。 她又对律师说, 严律师, 不好意思, 麻烦你在沙发上坐一会儿。 雪姨接到电话的时候, 刚接到女儿, 听叶青这么说, 虽然心里不太乐意, 可是想着平时那么利索的婆婆 变成如今这样, 又觉得她很可怜, 赶紧打车赶了过去。 雪姨来了后进了卫生间, 差点被熏得吐出来。 她又赶紧出门去给婆婆 拿了换洗的衣服, 进去后打开热水, 脱了婆婆的衣服, 让她坐在毯子上 给她洗了个澡。 婆婆一直低着头, 等全部弄干净了, 换了衣服才滴滴地说, 谢谢你, 雪姨, 谢谢你, 雪姨。 使劲把婆婆放在轮椅上, 让叶青推出去, 再给她找个能穿的衣服。 婆婆弄脏的裤子, 雪姨直接装进了垃圾袋, 打算一会儿出去扔了, 自己也快速冲了个澡, 换了婆婆的衣服才出去了。 叶青感谢地看着她, 她笑了笑, 这时候婆婆已经和律师 在说话了, 律师不可思议地说, 什么你老公根本不管你, 早早就出去了, 她还是个人吗? 叶青无奈地说, 严律师就因为这样, 我妈才要离婚的, 婚后去跟我住, 我们用离婚的钱请个保姆, 严律师也明白她们的意思了, 如此看来, 离婚跟着儿子 已经是叶青妈妈最好的选择了。 雪姨有点感慨, 原来婆婆身体好的时候, 公公还看着对她挺好的, 带她去溜湾, 给她有时候买个衣服, 可是正当需要她的时候, 她竟然完全不管, 实在是让人接受不了啊。 婆婆心里肯定特别难受, 相伴了一辈子的人, 突然对她如此绝情, 又有几个人能接受得了呢? 严律师说, 嗯,情况我都知道了, 不过离婚也还要一段时间, 你们打算怎么办? 叶青看了一眼雪姨, 恳求地看着她, 雪姨也有些无语了, 说, 严律师, 我们接回去吧, 我明天就找保姆。 严律师这才笑了笑, 说, 人老了都不容易, 好好照顾吧。 你们放心, 她这种情况起诉离婚 是没有问题的, 我一定会尽力 替她争取她该得的。 她突然又说, 其实这套房子 也可以争取一下的, 不过那样可能就分不到钱了, 你们怎么想? 妈妈看着叶青和雪姨说, 你们俩商量一下吧, 这房子比你们的大一点, 我们一起住, 孩子也有个大点的房间。 雪姨皱了皱眉说, 这房子我们也很心动, 可是我怕我们的收入 请不起保姆妈妈。 雪姨, 到时候你们的房子出租了, 差不多也有二, 零零零, 加上我的退休金四, 零零零, 也有六, 零零零了。 不行就请个白天的保姆吧, 晚上你帮我上个厕所就行, 我晚上不起夜的。 雪姨看了一眼叶青, 叶青说, 嗯, 我觉得这样也行, 不过严律师这房子 现在也值不少钱了, 我妈能分到吗? 严律师应该没问题, 这房子本来就是 他们共同财产, 而你妈现在这种情况 本来就是会偏向她, 再说他们还有 差不多六十万的存款, 应该可以的。 几个人商量好后, 妈妈说, 既然这样, 要不你们直接住在家里, 这样也方便一点。 雪姨妈还是先 去我家吧, 我不想和她住一起, 她上次还打了我一巴掌, 我不可能忘记的。 就这样, 雪姨和叶青街婆婆 回到了家里, 雪姨赶紧在小区物业群里 问有没有人帮忙照顾老人的, 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 一天二百, 最后一个四十五岁的女人 愿意试一试, 雪姨约她早上七点过来 谈一谈。 这个女人她认识, 没有上过班, 现在孩子也大了, 可能想找点活干吧。 第二天早上和薛姐谈好了, 就是她约好的条件, 不过中午要做一顿饭, 她也很愿意。 日子过得很快, 没几天晚上, 公公愤怒地找来, 一进门就大声对婆婆怒喊, 你这个老不死的, 你当时怎么不摔死算了, 你竟然想要我的房子。 我告诉你, 你做梦, 你想都不要想, 婆婆早已经对她死心了, 剩下的可能就是恨。 还有后悔说, 你以为你说了算吗? 呵呵, 有什么话你就去法庭上说吧。 雪姨也不想理她, 直接赶走了她。 值得高兴的是, 没多久, 婆婆真的离婚了, 就像律师说的, 那套房子给了婆婆, 不过要给公公补十万块钱, 不然就要卖了房子分钱。 最后, 叶青想办法签了个装修合同, 把她的公积金提了出来。 在她爸搬出去后, 才把钱给了她, 雪姨直接换了门锁, 花了两万, 又装修了一下客厅和卫生间。 在卫生间, 给婆婆装了一些, 方便她的高科技, 这让婆婆和保姆都很高兴。 婆婆拉着她的手说, 谢谢你啊, 雪姨, 我还以为你不同意和我一起住呢。 雪姨笑了笑说, 妈, 说实话, 如果要我辞职照顾你, 我真的不愿意, 不过现在这样, 我觉得挺好的。 雪姨看着婆婆, 想着能让婆婆这样生活, 她真觉得挺好的。 谁都有老的时候, 谁知道她以后会怎么样, 还是多善待老人, 多积福报吧。 写在最后, 查不过两种姿态, 浮沉引茶人不过两种姿势, 拿起, 放下, 人生如茶, 尘时坦然, 浮时淡然, 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 当我们是个婴儿的时候, 父母是我们的全部, 当父母老的时候, 我们是父母的依靠, 希望每个人成年人, 都能好好抚养孩子, 好好陪伴老人, 让幼有所依, 老有所养。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我叫葛鸿梅, 当初和丈夫结婚的时候, 父母并不满意, 因为我家的是城里的, 父母都有退休工资, 而丈夫家是农村的,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我能理解父母的苦心, 谁都希望自己的闺女能嫁得好, 吃穿不愁的, 但是当时的我就是一根筋, 就是看上我丈夫了, 还好最终让我赌对了, 而让母亲也没想到的是, 就是她看不上的亲家, 在关键的时候, 给她送来了救命的钱。 还记得我第一次去丈夫家, 几年破旧的老房子, 院子很大, 还养了很多的鸡鸭, 丈夫和我说为了供她和妹妹上学, 所以家里根本没有剩余的钱盖房子。 不仅没有剩余, 还借了一些钱, 一进院子, 一只大黄狗摇着尾巴向我们跑来, 吓了我一跳。 丈夫说她叫袁宝, 摇尾巴是在欢迎我, 院子里的大鹅也嘎嘎地叫着, 因为我从小一直生活在城市, 看什么都是新鲜的。 屋子里特别暗, 灯光一点都不亮, 家里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 公公和婆婆站在门口招呼着, 让我到屋里坐。 他们表现得很拘谨, 说话都有些结结巴巴的。 老家有个风俗, 就是准婆婆要给第一次见面的新媳妇包红包的。 婆婆从屋里拿出一圈钱, 外面是用红纸包的, 看不出里面多少钱, 我推让着说什么都不肯要。 婆婆弱弱地说, 这是老家的风俗, 咱们家穷也没多少钱, 这是我这几天买菜传的钱, 你别嫌弃, 以后我们传的钱都给你们。 我听到婆婆的话, 心里酸酸地难受, 这是他们省吃俭用卖菜换的钱呐, 我怎么能要呢? 婆婆见我怎么都不要, 眼圈一红, 问我是不是嫌少, 这话一出, 反倒是我不好意思了。 丈夫小声地劝我说先拿着, 临走的时候再给他们, 我这才收了下来。 我们家条件比丈夫家好一点, 父母钱都是在厂里工作的, 而且我还是家里独生女, 临走的时候, 我不仅没有拿婆婆给的红包, 还塞给婆婆一百块钱, 婆婆抹了一把眼泪说, 我们这是哪辈子修的福气, 找了你这么好的儿媳妇, 不要我们的钱, 还给我们留钱。 我们结婚的时候, 母亲说一万亿的彩礼, 但是我并没有同意, 和母亲说她家不容易, 一万亿的彩礼 简直就是要了他们劳两口的命。 母亲气得直摇头, 说我还没结婚, 就别人家着想了。 父亲也劝着母亲, 说人家也不容易, 种地一年也挣不了几个钱, 这些年工女婿上大学已经很难了, 只要女婿人好, 有上进心, 对我们闺女好就行了。 丈夫得知我不要彩礼, 心里过意不去, 攒了很久, 攒了三, 零零零块钱, 说给我当彩礼, 剩下的以后一定不及我。 我拿到钱后买了一些结婚用的东西, 母亲嘴上虽然一直嘟囔着, 但却给我赔了不少嫁妆。 我们结婚没多久, 小姑子也考上了大学, 她上大学期间所有的费用都是我们出的。 那几年, 我和丈夫省吃俭用, 从来不乱花钱, 我甚至连件新衣服都没有添过。 年轻女孩子哪有不爱美的? 我不买衣服, 但是每次换季都会给小姑子买新衣服。 每次我们回老家, 婆婆总拉着我的手说, 她们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娶到我这么好的媳妇, 不仅对她们好, 对小姑子也那么好, 还说在老家有儿子的家庭, 老人都省吃俭用, 吃苦受累的, 就为了多攒些钱给儿子娶媳妇, 婆婆逢人就夸说 她们家娶了个好媳妇。 而且每次我们回家, 婆婆都会给我们炖鸡汤, 临走时还会给我们准备很多的青菜, 还有她们窜的鸡蛋, 她们从来都不舍得吃, 但是每次我们回去 都会毫不吝啬地让我们都带走, 还嘱咐我们给我爸妈送去一些。 小姑子大学毕业后到了外地工作, 还谈了一个外地的对象, 要结婚的时候说是要买房子, 让公公婆婆给她出十万块钱, 这让老两口上哪弄这十万块钱。 婆婆颤颤巍巍地和小姑子说, 咱们家有多少钱, 你不知道吗? 这些年, 你读大学的钱都是你哥和你嫂子出的, 你哥结婚的时候咱们家都没出过钱, 这是你是知道的, 你和你爹就是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一年就那几亩地的收入, 上哪给你弄十万块钱呢? 闺女没想到小姑子竟大言不惭道, 妈,我这是要嫁到城里去的, 难道你们一分钱嫁妆都不给我吗? 没钱人家会笑话我们家的, 我不管, 你们想办法给我凑。 我听完很是无语, 结婚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 自己努力点, 将来肯定什么都会有的呀。 我和丈夫不也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结得婚吗? 我也劝着小姑子说, 你看我和你哥之前不是也什么都没有吗? 现在日子不也好了起来了吗? 你还年轻, 只要努力勤奋, 将来也会什么都有的呀。 小姑子压根就是油盐不尽, 谁的话也不听, 公公婆婆无奈, 最终向亲戚邻居借了两万块钱, 我们给了一万, 好不容易凑了三万块钱给她。 公公婆婆没有额外的收入, 全靠着家里那几亩地, 平时的时候卖点青菜, 卖的鸡蛋啥的, 一年根本攒不了几个钱, 那两万块钱他们还了好久才还上, 村里的年轻人都在县城打工, 年纪大的只能在农村种地, 公公说也想出去打工, 但是问了好几个地方, 人家都嫌她年纪太大了, 不要她。 我和丈夫不同意她出去打工, 还宽慰她说将来一定好好孝敬她们, 让她们不要担心, 就在家种种地就好了。 但公公却和我们说, 你们压力大, 又要还房贷, 又要还车贷, 还有供孩子面书, 我身体好着, 再干个十年八年的都没事, 我稍微挣点, 也给你们减轻点负担。 公公婆婆体谅我们的不容易, 所以从来没问我们要过钱, 而且处处都为我们考虑, 这让我很感动, 打心底尊敬他们的为人。 他们有时候到县城来卖些鸡鸭, 偶尔也会到我们家坐坐, 但是总是很拘束, 有时还会买一些礼物到我父母那里坐坐, 聊聊天, 总说我妈养了个好闺女。 公公并没有听我们的, 她跟着同村的人到了工地上干活。 公公没干过什么技术活, 只能卖力气挣钱。 我得知后, 带着孩子去工地上看过她, 我看了一圈, 公公的年纪算是比较大的, 躯黑的脸庞, 满身的水泥, 勾搂着身子在干着活。 我鼻子一酸, 这些年我心里早已把公公当做了父亲, 看到他这样, 我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我回家后和丈夫商量着 给公公找个轻松一点的活, 丈夫也同意了。 我的想法, 也很快帮公公找了一个看大门的活。 工作轻松离我们也不远, 我们时常也能去看看他, 但是公公竟说不愿意去。 他说看大门工作虽然轻松, 但是工资低。 他说他现在在工地干活, 已经习惯了, 工地上虽然泪点, 但是工资高, 还说他有的是力气, 公公现在一个月也有四五千, 每次他拿了工资, 总是会第一时间给我们送来, 还会给小姑子寄去一些, 每次来送钱的时候, 公公总是乐呵呵, 还说能帮到我们, 他心里高兴, 但是看到他这样, 我心里就更难受了。 虽然我们房贷车贷有压力, 但我们也不能要公公的钱, 那都是他汗珠子掉地上摔八半正的钱, 我良心上过意不去。 但是小姑子从来没有过问过公公的钱哪来的, 每次都会理直气壮地收下, 不知道他看到年迈的父亲在工地干活的样子, 还能好意思拿钱吗? 我们休息在家的时候都会给公公打电话, 让他到家里吃饭, 但是公公却很少来, 他总说工地旁边厚盒饭, 火食不错, 比在老家吃的还好嘞, 就算偶尔来一趟, 他也是小心翼翼的。 我让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他却说是怕弄脏了我, 直接把他按坐在沙发上, 说哪里脏了, 我洗洗不就好了。 爸这是在自己家, 你不用这样, 想干嘛就干嘛。 但不管我怎么说, 他都不肯坐在沙发上, 从旁边搬了一个小凳子, 坐在了一旁, 小心翼翼的样子让我心疼, 吃饭的时候也是只吃面前的菜, 小口小口地吃着, 我无奈拿了一个大盘子, 每样菜都加了一遍, 放在了他面前, 笑着说吃不完可不能走。 公公看看我, 愣了一下, 然后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然后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走的时候, 我还会让他带着牛奶饼干啥的, 工地上的活是体力活, 营养跟不上也不行。 公公推辞着说, 留着给他孙子吃, 还说他一把年纪了吃了浪费, 最后还是我儿子出面说, 让爷爷必须拿着, 公公才笑呵呵地收下, 人吃五股杂粮, 总是要生病的。 那几天母亲总说难受, 检查后竟说是肺癌。 母亲总说胃不舒服, 一直以为是胃的毛病, 没想到竟是肺癌, 我瞬间天都要它了。 丈夫比我冷静得多, 她说既然检查出来了, 现在什么都不要想, 好好治病, 不能胡思乱想。 还说我要是到了母亲, 他们不是更难过了吗? 丈夫的话像是定海神针, 我调整好心情后, 带着母亲去了好几个医院, 家里的积蓄也花完了, 一次次的化疗, 把母亲折磨的每个人形, 整个人都变了样,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我们不仅花光了积蓄, 还借了一些钱, 丈夫说不管花多少钱, 只要能治好, 哪怕把房子卖了, 都要给我母亲治病。 我心里感动极了, 心里更多的是庆幸。 人心换人心, 还好我对公公婆婆 一直当作父母来孝顺着, 这才换来丈夫的 义无反顾的决心。 公公婆婆得之后, 婆婆立马赶到我们家, 帮我们照顾着孩子, 公公更是给我们 送了好几次钱, 但我都没要。 那些钱都是公公的血汗钱, 是她和婆婆的养老钱, 我哪能要啊? 母亲也说不能要公公的钱, 她知道公公不容易, 他们老人更知道养老钱的重要性。 母亲的身体的好些后, 我们就从医院回了家, 刚好赶上收麦子的季节。 我让丈夫赶紧带着婆婆回家收麦子, 而公公依旧在工地上干着活, 让她来家里吃饭, 她总是不肯。 没办法, 我只能做好后装在饭盒里 给她送去。 这天我正做着饭, 公公突然来了, 我连忙让她坐下, 说再去炒两个菜, 她说已经在工地上吃过了, 我又赶紧给她倒了杯水, 问她咋突然来了,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公公从怀里拿出一个塑料袋, 打开后里面净是厚厚的几打钱。 公公说, 儿媳妇, 你母亲生病你也别着急, 咱们好好治。 这些年竟是你们给我们钱了, 你们本来就不容易, 这是这些年我给你们, 你不要的我都给存了起来。 现在终于派上用场了, 没什么能比人命重要的, 这里是五万块钱, 你先拿去给你母亲看病。 我看着被包了一层又一层的钱, 鼻子一酸, 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一想到公公在工地干活的样子, 我哭得更狠了。 虽然我现在很需要这笔钱, 但是我一想到这钱 是公公那么辛苦挣来的, 我就不忍心拿, 我连忙拒绝了。 公公说, 爸, 这钱是你和妈你们俩的养老钱, 我不能要, 给我们治病的钱, 我们自己再想想办法总会好的。 没想到公公却生气地说, 让你拿着, 就算是旁的人生病了, 问我们借钱, 我们也是会借的, 更何况还是你的母亲。 这些年, 你给我们的可远远不止五万了, 我们都是一家人, 再说这钱是给母亲看病的, 又不是给你的。 你嫁到我们家这些年, 对我们做得好我们都看在眼里。 我和你婆婆早就说过, 以后还得靠你们养老了, 指望你妹妹估计我们死了, 她都赶不回来。 你要不收这钱, 就代表你不想给我们养老。 听到这公公这么说, 我是左右为难, 这时丈夫正好回来了, 听完事情起因后对我说, 收下吧, 就到我们借爸妈的, 以后咱挣钱了再还他们。 一听我们愿意收下, 公公才松了口气, 然后就匆匆地出了门, 还对我们说, 不要着急, 她也会帮我们一起挣钱 给母亲抗病的。 公公走后, 我靠着丈夫大哭了一场, 我何其有幸, 有这样好的公婆和丈夫, 他们对我好, 我要用一辈子来好好报答他们。 大家好, 欢迎来到浅谈人生。 前夫来接女儿出去旅游, 他也想一起去。 前夫, 我有妻子也有家, 谁料他接下来的举动, 全家吓傻了。 昨天晚上, 朋友小红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在电话那头哭着和我说, 静, 我后悔当初不听你们的劝告, 现在我每天都在后悔中度过。 今天下午, 前夫洪伟把女儿小玉接走了, 他说准备带着女儿出去旅游。 我和洪伟说话的时候, 他连正眼看我一眼都不看, 听到小红在电话那头哭着说着, 我的心里也是感慨万千。 我知道小红能走到今天这一步, 都是他自己酿造的苦果。 小红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 就算是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身材也胖了很多, 但是他看着比同龄人要年轻漂亮。 小红和他的丈夫洪伟是同学, 两个人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 只不过洪伟个子不高, 长得也不帅气。 洪伟性格直爽, 在学校里面虽然学习不好, 但是他为人正直, 在班级里面人缘也很好。 而小红长得特别的白净, 特别是笑的时候就会露出两个酒窝, 再加上轻声细语的说话声, 让人心旷神怡。 在学校的时候, 洪伟就十分地仰慕小红, 只不过那个时候都是以学习为重。 洪伟觉得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长得也其貌不扬, 也没有和小红表白, 遇到事情的时候, 他都会默默地帮助小红。 后来小红落榜之后, 他直接就去外地打工了, 等到小红从外地回来, 已经是三年之后了。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 洪伟又和小红相遇了, 那个时候的小红 刚刚谈过一个男朋友, 但是因为男朋友家是外地的, 小红是家里的独生女, 他的家人都不愿意这门亲事, 小红伤心地从外地回来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洪伟在生活中就特别地关心小红, 他对小红嘘寒问暖, 每天都会陪着小红聊天, 并且洪伟只要有空了, 他都会买来各种菜来小红的家里, 自己去厨房里面做一桌子饭菜, 和小红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经过长时间的接触, 小红和洪伟相爱了, 小红的父母也十分地赞成这门婚事, 因为他们觉得洪伟是本地的, 再加上和洪伟接触了几次, 他们发现洪伟虽然长得不帅气, 但是他待人实在, 对小红也是真心实意, 这个女婿将来也能只靠住。 虽然洪伟的家庭条件不好, 他在榨钢厂上班, 但是小红的父母觉得 只要洪伟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困难也只是暂时的, 以后的生活都能改变的。 后来洪伟就和小红结婚了, 婚后洪伟继续去榨钢厂上班, 那里的工作又脏又累, 但是洪伟从来也没有抱怨一生,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长相上 配不上小红, 但是他一定要努力地工作, 争取给小红创造更好的生活。 几年之后, 小红陆续生下了两个女儿, 小红的公公婆婆帮忙带着两个孩子, 而小红每天都有很多悠闲的时间, 洪伟每个月的工资都会交给她。 她用这些钱买化妆品和衣服, 在两个孩子身上花的钱很少, 因为小红觉得自己长得漂亮, 女人年轻, 只有这几年不能委屈了自己。 后来小红觉得洪伟每个月交给的工资 已经不够花了, 她就去超市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工作, 自己可以挣一些零花钱。 然而, 小红在超市上班的那两年, 她认识了一个高大帅气的男人, 那个男人就是小赵。 小赵比小红大一岁, 她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 每次都是买很多, 付账的时候连眼都不眨一下, 并且这个小赵还能说会道, 经常在付账的时候和小红聊天。 经过了解, 小红知道小赵的妻子前几年和别人去了外地, 只留下小赵一个人在家, 每天的生活过得悠闲自在。 看到这些之后, 小红十分地羡慕, 因为她觉得自己的生活特别地艰难。 自从自己出来上班之后, 红伟每个月的工资也不交给自己, 因为随着两个女儿的长大, 他们两个人的花销也越来越大。 红伟把钱都花在了两个女儿的身上, 自己每个月的工资都不够花。 如果红伟是小赵, 那该有多好啊? 自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于是小红就和小赵越走越近, 而小赵也看上了年轻漂亮的小红, 她经常趁着小红下班的时候, 带着小红出去吃饭, 并且还给小红买各种礼物, 直礼包不住火。 后来红伟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她没有揭穿这件事情, 她只装着不知道。 红伟只觉得自己平时对妻子的关心不够, 想到自己还深爱着妻子, 并且还有两个女儿, 她们不能没有母亲, 她一直想着让妻子回心转意, 所以红伟在生活中越来越关心小红。 有一天晚上, 小红九点就下班了, 但是她一直没有回家, 因为小赵在外边等着她去吃饭, 红伟在家里做好了饭, 等着小红回家吃饭。 看到小红没有回来, 红伟就开始给她打电话, 但是小红根本就不接她的电话, 一直到半夜才回家。 红伟看到这些之后, 她十分地生气, 就和小红吵了一架, 然而小红那个时候 已经爱上了英俊帅气的小赵, 对于自己的丈夫, 她越看越不顺眼, 于是直接就和丈夫提出了离婚, 随后就收拾自己的行李, 出门走了。 红伟看到这些之后, 她一下子就慌了, 随后又追到了岳母的家里, 可是小红根本就没有回娘家, 她直接去了小赵的家里, 红伟根本就不知道小赵住在什么地方。 第二天, 红伟就向常理请了假, 她住到了岳母的家里, 希望能见到小红。 岳父岳母也给小红打电话, 但是对于家人的电话, 小红一个也没有接, 她直接关了机, 和小赵出去旅游了。 一个星期之后, 小红从外地回来了, 她主动给红伟打了电话, 打电话的目的只有一个, 让红伟和她去民政局办离婚手续。 那个时候, 我们这些朋友们都劝告小红, 让她不要离婚, 但是小红谁的话也听不进去。 红伟看到这些之后, 她知道这段婚姻已经无法挽回了, 只好和小红离了婚。 他们两个人离婚的时候, 小红就提意见把小女儿带走。 虽然小红从小也没有在两个女儿身上花多少钱, 但是她对两个女儿还是有偏爱的, 因为大女儿长得像红伟, 又黑又胖, 小红一点也不喜欢大女儿, 小女儿长得像小红, 特别的乖巧懂事, 小红觉得小女儿就是自己的翻版。 她很喜欢小女儿和红伟离婚的时候, 就把小女儿带走了, 看到自己曾经的家也没有了, 妻子带着小女儿也走了。 红伟一下子就失去了工作的动力, 她把自己的工作辞了, 每天在家里闷闷不乐, 连门也不想出了。 红伟的父母看到儿子每天窝在家里, 他们也开始劝告儿子, 让他无论如何也要振作起来。 然而, 红伟每天茶饭不思, 他只知道抽烟, 躺在床上上网, 就这样一直过了三个月。 有一天上午, 红伟的父亲在院子里面摔倒了, 母亲哭着来到了红伟的面前, 让他把父亲送到医院。 红伟看到躺在地上的父亲, 满脸流泪的母亲, 他又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女儿。 红伟一下子就觉醒了, 他知道自己尚有老下有小, 全家都只靠他一个人, 如果自己对家人不管不问, 怎么对得起养育自己的父母? 女儿每天都围着自己转, 但是自己却对女儿不理不睬, 那让女儿多伤心啊。 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更应该把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 为了家人, 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 那次父亲出院之后, 红伟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不在家里躺着, 而是跟着表哥去外地打工了。 一直到三年之后, 红伟才回到了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 亲戚朋友们都知道夏琳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 而红伟对自己的妻子也很满意, 两个人也十分的恩爱, 只要有空了, 红伟都会带着一家人出去旅游。 前妻小红虽然把小女儿带走了, 但是红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小女儿, 她只要出去旅游都会带着小女儿。 小红这几年的生活过得十分的不如意, 她刚刚和小赵结婚的那两年, 确实是过了几年幸福的生活, 因为小赵那几年买股票赚了不少的钱。 但是这几年小赵买股票又赔了不少的钱, 她到处欠的都是账, 小赵的心情很不好, 她每次回到了家里之后都会和小红发火, 而小红每天的生活都过得苦不堪言。 终于有一天, 小赵直接和小红提出了分手, 因为她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女人, 那个女人长得不漂亮, 并且比小赵大几岁, 但是她和小赵情投意合, 并且还愿意替小赵还账。 从那个时候开始, 小红只好带着女儿又回到了自己的娘家。 幸亏小红是家里的独生女, 要不然她和小赵分手之后, 根本就没有地方去。 红伟知道前妻又带着女儿回到了娘家, 因为离得近, 所以只要红伟的家里做好吃的, 或者逢年过节的时候, 她都会来接小女儿回家。 对于自己的前妻小红, 红伟早已经把她从通讯录里面删除了, 因为红伟不想和前妻有任何的联系, 她现在很爱自己的妻子, 更爱自己的家。 每次红伟准备来接小女儿的时候, 她都会提前和前岳父岳母打招呼, 让小女儿在家门口等着, 自己开车来接女儿出去玩。 就算是偶尔遇到小红, 红伟几乎就不说话, 她的心里只想着把小女儿接走。 小红每次看到红伟开着车来接女儿, 她的心里就特别地难受, 她觉得红伟现在的一切都应该是自己的, 但是因为自己以前走错了路, 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 这些天孩子们都放暑假了, 红伟早就想带着一家人出去旅游了。 前几天红伟和平时一样, 她前一天晚上就和前岳母打好了招呼, 准备把小女儿接走几天, 带着一家人出去旅游。 小红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她躺在床上辗转反侧, 一晚上也没有睡觉。 第二天早上, 她早早地起了床, 仔细地化了妆, 穿上漂亮的衣服, 在大门口等着红伟来接小女儿。 很快, 红伟的车停到了大门口, 她看到小红和小女儿站在大门口, 就打开车门让小女儿上车。 对于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前妻, 红伟只当是没有看见小红。 看到女儿坐上了车, 红伟准备走了, 她急忙走上前去拉开了车门, 对红伟说道, 我是两个女儿的亲生母亲, 你这次带着两个孩子出去旅游, 能不能也带上我? 红伟听到这些话之后, 她愣了一下, 看了一眼前妻, 随口说道, 对不起, 我有妻子也有家, 我准备带着我的一家人一起出去旅游。 你是不是傻了? 你的妻子夏琳我也见过, 她长得一点也不漂亮, 她也不是两个孩子的亲生母亲, 根本就不可能对两个孩子好, 我哪一点比不上她?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这次带着我出去旅游, 回来之后咱们还是幸福美满的一家人。 小红的眼泪已经掉了下来, 她一边哭着一边说着, 你不要再说了, 漂亮也不能当饭吃, 我现在已经有了家, 我一定要对得起我的妻子, 像当初我也给过你机会, 但是你从来都不珍惜, 世上没有卖后悔药。 不说了, 我的妻子现在还在家里等着我, 她特别喜欢这两个女儿, 如果你再嫁给别人了, 小女儿我准备带走, 我不会再让小女儿跟着你了。 红伟面无表情地对前妻说完这些话之后, 她开着车头也不回地走了, 只留了小红一个人站在大门口。 她愣愣地看着汽车消失在自己的视线中, 悔恨的泪水就像一直也流不完似的。 昨天晚上听了小红的诉说之后, 我也是感慨万千。 我知道现在她走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酸甜苦辣只有她自己一个人知道, 自己种下都苦果, 只有自己慢慢地品尝了。 每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都是夫妻二人共同经营出来的, 夫妻忠诚最重要。 在通往幸福的这条路上, 夫妻二人应该互相扶持, 互相理解, 同甘苦, 共患难,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只有这样, 以后的生活才能越来越好。 现在我们来听听下一个故事。 纪文文, 33岁, 是一家公司的财务总监, 每个月工资两万三千元, 每天穿着得体的衣着, 趴在电脑前忙碌着。 老公李明辉, 三十岁, 在国企上班, 每个月工资一万一千元, 不过朝九晚五, 很少加班。 这天, 文下班后在家附近买了菜回家做饭, 天很热, 他都没什么胃口, 可是就算他自己不吃, 家里还有其他人。 纬纬皱眉在厨房忙活着, 他想着炖个汤, 再弄几个凉菜, 随便吃点就行了。 饭快做好了, 看着躺着玩手机的李明辉, 文文很不耐烦地喊, 饭做好了, 让你爸妈回来吃饭吧。 李明辉看了他一眼, 不高兴地说, 文文, 我爸妈也是你公公婆婆, 你这么大的人了, 这么说话合适吗? 文文没理他, 继续把饭菜端上桌, 李明辉也没有在纠缠这个问题, 而是给妈妈打电话, 让他们回来吃饭。 天气太热了, 家里也闷, 老两口不想在家待着, 不到四点就出门, 在小区的小广场上和老头老太太们吹风聊天。 李明辉洗了手过来坐下, 他爸妈也回来了, 一家人开始吃饭。 婆婆看着桌子上的菜, 脸色就不好了, 他说, 文文, 现在天热, 每天消耗大, 要吃些有营养的东西, 你做这么多凉菜, 我和你爸吃了会不舒服的。 文文没什么表情地说, 不是有排骨山药汤吗? 你们多喝汤吧。 他自己喝了一碗汤, 吃了几口绿菜就不想吃了, 放下碗回屋了。 他婆婆老胡被气得不行, 直接指着李明辉骂了起来。 老胡说, 明辉, 你看看你这娶的是什么媳妇, 她这是不让我们说话了, 岁数大就算了, 脾气还这么大。 李明辉说, 妈, 吃饭吧, 天气太热了, 人也挺烦躁的。 老胡还是很生气, 不过喝了几口汤, 吃了排骨和山药, 又觉得味道真不错。 还别说, 文文的厨艺挺好, 反正比他自己做的饭好吃多了。 饭后, 劳两口也不想出去了, 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文文一直都没有出来, 李明辉喊着文文赶紧把碗筷收拾一下, 大家都吃完了, 文文正在什么? 照顾他们一家人, 难道自己有受虐前置? 呵呵, 文文自己都冷笑了。 李明辉喊完后, 又躺到沙发上玩手机, 他在看游戏直播, 觉得那些打斗真是太精彩了, 让他看得热血沸腾, 可惜他自己水平实在太菜了, 这让他很无奈, 还有些失落。 老胡两集电视剧看完了, 看着餐桌上的那些剩菜盘子和碗, 眉头更是皱了起来, 脸照寒霜地瞪着对李明辉说, 明辉, 你媳妇现在是碗都不洗了, 是等着我这个老婆子洗吗? 李明辉看得正开心, 突然被妈妈打断, 心里也很不高兴, 说, 妈也没人让你洗, 你就当看不见不行吗? 文文可能再忙一会儿, 忙完了再洗不就行了。 老胡说, 哼, 你闻着不难受吗? 这么热的天, 一会儿都馊了。 再说, 大晚上的忙什么, 还不是想偷懒。 李明辉烦躁地爬起来, 大力推开门, 喊着, 文文, 我刚才喊你你没听见呢, 赶紧先把碗洗了, 你再忙别的吧, 我妈都不高兴了。 文文冷淡地看了她一眼, 说, 我没时间, 你去洗了。 怎么, 难道你碗都不会洗? 还是说, 这活包给我了? 李明辉没想到她会这么说, 他们俩结婚快一年了, 一直以来不都是文文做饭洗碗吗? 今晚这是怎么了? 难道来大姨妈了? 可原来也没这样啊。 李明辉正了正, 她一直和她爸妈住一起, 洗碗这活她真没做过, 婚前一直是妈妈做, 婚后就是文文了, 怎么现在还轮到她了? 可是文文说她不会洗碗, 她又觉得自己被小看了, 一时间内心各种纠结。 老胡也听见了, 走过来生气地说, 家里有两个女人, 哪有老爷们洗锅洗碗的, 这算怎么回事? 文文抬头看了一眼, 说, 哦, 那我没时间, 妈, 你去洗了吧。 说完, 她又忙着各种计算, 实在没时间和她们啰嗦。 老胡要被气疯了, 她从来没想过竟然还会发生这种事, 这是一个做儿媳的人该说的话吗? 她都五十六岁了, 年轻人不洗碗让她去, 有这样的吗? 不觉得不好意思吗? 虽然儿子没结婚前, 这些活确实都是她做的, 可是现在儿子结婚了, 有儿媳妇了, 竟然直接让她这个婆婆去洗碗, 这是要造反吗? 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老胡可不是个能忍气吞声的, 她直接说, 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 你都这岁数了, 你妈没教你结婚后怎么过日子吗? 就你这样的, 怪不得都三十三岁了不是, 我们家明辉都没人要。 文文很烦躁, 本来就有好几个数据不对, 她需要很关注的, 再算一遍, 现在被抄得更烦, 实在忍不住说不想洗就扔了, 现在都滚出去。 李明辉看妈妈和媳妇杠上了, 她看了一眼坐着动都没动的爸爸, 也无语地躺沙发上玩去了。 老胡哪能受得了这个气, 掐着腰就开始骂了起来, 看文文根本不理她, 又坐在地上哭了起来。 老胡哭得伤心, 还委委屈屈地哭诉着说, 老天爷我太难了, 好不容易娶个媳妇, 竟然这么对我这个婆婆, 这还让我怎么活呀? 文文实在忍不下去了, 本来就因为工作的事很烦, 如今看着架时,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清静下来。 她看了一眼时间, 都快十点了, 她猛地一下站起来, 穿上自己的衣服, 快速收拾自己的笔记本, 提上包就往外走。 李明辉看见后, 爬起来喊着问, 文文,你这是干什么? 大晚上的去哪儿? 文文冷冷地看了她一眼, 说,我要加班, 回我那边房子了。 说完她理都没理她, 快不离开了。 看着被甩上的门, 李明辉还听到妈妈在哭着骂她, 爸爸这才开口说, 明辉,你这媳妇脾气这么大, 以后一家人怎么相处? 这天天吵吵闹闹的, 谁能受得了? 李明辉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和文文结婚的时候, 爸妈就不太愿意, 觉得文文都33岁了, 没结婚肯定有问题。 爸爸说, 你看看我当时怎么说的, 她这岁数还没结婚, 剩下的女人肯定脾气不好, 你还不相信, 现在怎么样? 真是不听老人言, 吃亏也只能是你自己受者了。 李明辉沉着脸说, 别说了, 一晚上就没个清静, 烦不烦呢? 她赌气地回屋给文文发消息, 说, 你到底在干什么? 大晚上没个清静, 这日子你到底想不想过了? 文文开车回自己的房子, 心里很烦闷, 打开车窗, 让风吹着自己的长发。 她到家后, 进门踢掉鞋子, 就坐在靠窗的小桌上, 开始忙碌起来。 这套房子是自己婚前住的地方, 结婚后她找了终点工, 每周定期打扫, 所以很干净, 她也没时间到处看看, 这活干不完, 还不知道要几点才能休息。 李明辉的信息她看见了, 文文稍微犹豫了一下后回复说, 如果婚后的日子就是这样, 那我觉得确实没必要这么过了。 她把手机扔在一边, 开始敲着自己的笔记本, 打开专业软件, 从很多副表中提取数据, 一遍遍核算。 没人打扰后, 她的速度很快, 这让她心里总算开心了些。 到了凌晨十二点半, 终于做完了, 文文美美伸了个懒腰, 窗外已经没有多少窗户, 还能看见灯光了。 夜晚已经沉睡, 不知道多少人的梦里 还在不停地奔跑, 想寻找更好的方向。 她收拾好自己的包, 快速洗漱后躺下, 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下班时, 文文有点无奈, 今晚又要加班, 她打算直接回自己房子了。 在门口的一家馄饨店, 她吃了一碗馄饨, 虽然天很热, 但是她还是放了一些辣椒, 这是她吃馄饨的习惯, 被很多人嘲笑过了。 吃过饭, 她进屋先赶紧洗个澡, 换上睡衣, 又开始忙活。 为了能更集中注意力, 她还给自己泡了一杯黑咖啡, 那苦涩后又回甘的口味 让她很是着迷。 就在这时, 电话铃声悠扬地响了起来。 她的铃声是一首国风歌《芙蓉语》, 她很喜欢听, 可在她集中精力时, 还是突兀地让她敲错了字。 文文拿起手机, 直接开了免提, 手下还是没有停。 李明辉不耐烦地说, 文文,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没回家, 晚上吃什么? 文文平淡地说, 我不是给你发信息了, 今晚我要加班, 直接回我房子了。 李明辉说, 文文, 你都结婚了, 怎么还这么任性,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 都这个时候了, 我们还没吃饭呢。 文文说, 没什么事, 我挂了, 我还忙着呢, 你们又不是小孩子, 没有, 我还不知道吃饭了。 李明辉听着已经挂了的电话, 也很生气, 而爸妈还在那喋喋不休, 他直接开口说, 妈, 到底还吃不吃饭了, 他要加班, 直接回他自己那套房子了。 爸爸说, 哼, 我就说了, 让你和他商量, 把他那套房子卖了, 咱们再凑点钱, 买个大典的房子, 你就是不听, 你看看, 现在一不高兴, 他就去那套房子, 如果没有房子, 他除了回家, 还能去哪? 妈妈说就是, 对了, 明辉, 这次等他回来, 你必须和他商量, 让他把工资卡, 也交上来, 不然你根本管不住他。 李明辉说, 爸妈, 那些以后再说吧, 现在我们到底吃什么? 还吃不吃饭了? 妈妈说, 算了, 我们也去外面吃吧, 这天这么热, 我也不想做饭。 这时, 李明辉很想给爸妈说, 那你们怎么天天喊着 要闻闻做饭? 难道他不知道天热吗? 他就想做饭吗? 不过最后, 他什么都没说, 三个人出门, 在小区不远处的面馆 要了几个小菜, 吃了碗面。 闻闻干完, 火一看才十点, 感觉很高兴。 他一个人拿出一瓶红酒, 放了自己喜欢的歌, 望着外面的璀璨灯火, 慢慢地喝了起来。 他突然觉得, 这是婚后最舒心的时候, 他已经很久没有感受 此刻般的平静, 可是他结婚还不到一年, 怎么就觉得过了很长很长时间呢? 闻闻忍不住皱了皱眉, 很怀疑在爸妈的逼迫下结婚是不是个很大的错误。 正在这时, 电话又响了, 他看了一眼, 是妈妈, 接通后开了免提, 他还是歪着头看着窗外。 妈妈说, 闻闻呐, 你做什么呢? 明辉呢? 你俩没出去看个电影? 闻闻说, 妈, 我今晚工作没做完, 要加班回我自己的房子了。 妈妈说, 闻闻, 你可不能还这么做呀, 你好不容易结婚, 一定要好好经营, 可不能和原来一样。 闻闻说, 妈, 那你觉得我该怎么经营? 下班就回家做饭洗碗, 工作没做完, 也不管他。 妈妈说, 哎, 闻闻, 我知道你婆家人不好相处, 可是哪个人不是这么过的? 更何况明辉比你小, 他爸妈当时就不同意, 你现在只能多干活, 争取让他们满意。 闻闻说, 妈, 既然是一个家, 不是靠我一个人就行的, 我凭什么要去讨好他们? 我差哪了? 这时候, 闻闻其实已经哭了, 只不过电话那边的妈妈 没有听出来, 妈妈还在那苦口婆心地劝, 闻闻已经不想听了, 更不想说什么了, 可是妈妈最后的话 还是让他特别伤心。 妈妈说, 闻闻, 你也知道, 因为你一直不结婚, 家里那些亲戚 天天嘲笑我和你爸, 现在你好不容易结婚了, 可不能再闹幺蛾子, 不然你就别回家了。 电话挂了, 玻璃上清晰地映出闻闻的脸, 手里是烟红色的红酒, 脸上却是一行行的泪水, 没有声音的哭泣, 也许是最痛的吧。 闻闻真的不想回家, 可是妈妈的话还是像一根刺, 狠狠扎在了她的心里。 两天后, 她压下心里各种烦扰的想法, 开车回家, 可是她还是不想做饭, 一个家里四个人, 两个退休的, 一个下班更早的, 可凭什么做饭的事, 下班最晚的她。 她买了些水果, 没没什么表情地进了家门, 李明辉还是躺着看直播, 公婆还是不在家, 她洗了些水果, 在一个玻璃碗里, 切了几种自己喜欢的, 又打开一瓶冰酸奶, 坐着吃了起来。 李明辉看见后, 不解地说, 文文, 你怎么吃? 这个晚上吃什么? 文文看了她一眼说, 哦, 我吃点水果就好了, 你们去外面吃吧。 李明辉惊奇地说, 文文, 你这样可不行, 你没回来这几天, 我们都已经在外面吃了好几天了, 我都吃腻了。 文文说, 哦, 那你们想吃什么, 就自己做吧, 我热得只想吃点水果。 李明辉皱着眉说, 文文, 你不舒服吗?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文文说, 不用了, 就是苦夏, 每年夏天都这样, 我吃完了, 先回去休息了。 李明辉只能无奈地说, 哦, 那好吧, 你先去休息。 李明辉正要给爸妈打电话, 叫他们一起去吃饭, 正在这时, 他爸妈已经进门了。 妈妈看了一眼厨房, 没有人做饭, 仲没问明辉, 文文呢, 怎么没做饭? 我和你爸中午都没吃, 就等着晚上这一顿了。 李明辉说, 妈文文他苦夏, 吃不下东西, 吃了些水果后去休息了。 妈妈说, 什么苦夏, 就算他自己不吃, 那我们也不吃吗? 这是一个家, 不是只有他一个人, 回来就回屋躺着, 这是要我伺候吗? 李明辉也很烦, 天天为这点事争吵, 他也觉得这日子过得越来越没意思, 他只能说, 算了, 妈, 别说了, 你和爸想吃啥, 我点外卖吧。 爸爸说, 哼, 我都忍了好几天了, 这么吃得多费钱, 就算你们都在上班, 也不能这么乱花钱吧。 李明辉醋梅说, 那怎么办, 我们也不吃了。 妈妈说, 叫你媳妇起来做饭, 让他炖只鸡, 再做个红烧肉, 这几天都没怎么吃肉, 身体都吃不消了。 李明辉说, 妈, 能不能不要这么斤斤计较了, 没有文文的时候, 不是都是你做饭吗? 现在他不舒服, 你想吃什么, 就自己做吧。 妈妈生气地说, 李明辉,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良心, 你这么对我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文文这时候出来了, 他是想躺一会儿, 可是外面真的太吵了, 他真觉得这样的生活不是他想要的, 让他实在不想这么过下去, 不行就离婚吧, 既然爸妈不同意, 那他以后不回家就好了。 老胡看见文文说, 这都几点了, 你怎么还不做饭, 就你这样的, 怪不得都三十三岁了才结婚, 哼, 如果不是明辉坚持, 我们家才不会让你嫁进门。 文文说, 哦, 可是我嫁给他不是来你们家做保姆的, 我自认婚后, 我能做的都做了, 可惜你们不知足。 老胡说, 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什么时候拿你当保姆了? 做饭做家务, 这不是每个女人都做的吗? 怎么到你这儿就不行了? 文文说, 我下班最晚还要经常加班, 凭什么就要我做饭呢? 你今年也才五十六岁, 你是老得动不了了吗? 还有李明辉, 她是手残吗? 都三十岁的人了, 还什么都不会做, 真是被你们交得太好了。 老胡很生气地说, 行, 你说得对, 以后我做饭, 你把工资卡交给我, 然后明天把你那套房子卖了, 以后我在家做好饭, 等你下班。 文文瞪大眼睛看着她, 说, 你是认真的, 让我交工资卡, 还要卖了自己的房子。 老胡说, 嗯, 只要你答应, 以后家里的活都有我来。 其实我很早就想说了, 明辉的卡都交到我这儿了, 你怎么没一点自觉呢? 你看看你们这大手大脚花钱的毛病, 只有让我保管才能存到钱。 文文笑了笑说, 李明辉愿意把工资卡给你, 那是他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这个毛病, 我自己的工资卡自己会保管。 说完他又忍不住笑了, 说, 李明辉, 你不是每月要给我两千五百元当家用吗? 你好像一直没给, 现在直接给我两万五千块吧。 李明辉也有点尴尬, 其实他们结婚后就商量好, 自己挣的钱自己管, 不过每人每月拿出两千五百元当家用, 可是他和妈妈说了, 妈妈让他别管, 而文文也没坚持, 如今听文文这么一说, 让他觉得自己很没脸。 老胡接口道, 给什么给你, 嫁给明辉, 你挣的钱就是家里的, 你出家用怎么了? 还不是应该的? 我告诉你, 你如果不交工资卡, 不, 不卖房子, 那就是没想和明辉好好过日子, 依我看, 还不如好去好散呢。 文文点了点头, 说, 嗯, 你说得对, 我也这么觉得, 李明辉给我两万五千块, 然后我们离婚。 李明辉这时有点傻了, 虽然家里吵吵闹闹的, 他也很烦, 可他从来没想过要离婚。 他看着文文冷冷的表情, 知道他是认真的。 他刚想说话, 妈妈已经冷笑着说, 哈哈, 离婚好啊, 反正我们明辉才三十岁, 不怕, 可你都是三十三岁, 马上就三十四岁了, 在离婚还有人要你吗? 文文说, 那是我的事, 不劳你操心了。 李明辉说, 文文, 我不离婚, 我是真心喜欢你才和你结婚的, 我知道婚后你过得不合你的心意, 可是我也很烦, 但是现在是磨合期, 等这段时间过了, 肯定就好了。 文文摇了摇头说, 李明辉, 其实我应该坚持婚后我们单独住, 如果那样, 我们可能不会走到这一步, 可惜我没有坚持, 而在这个家里, 不管我做多少都是应该的, 而我只是嫁给你, 并不是来做保姆的。 说完他看着李明辉说, 如果你还有点良心, 把你该给我的两万五千元转过来, 不过其实我也不是很在意, 明天去离婚吧, 我先走了。 说完他提着包转身离开, 原来他的婚姻只维持了十个月, 真是好短啊。 可是他不后悔, 这样的日子他过够了, 而且如果他再坚持下去, 除非他一直任劳任怨, 不然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文文走了, 李明辉还在发呆, 他怎么也没想到文文竟然真的要离婚。 爸爸突然开口说, 哼, 明辉里有什么怕的, 就这种女人也没什么好在意的。 岁数大不说, 脾气还这么大, 他以为自己才十八岁, 人见人爱啊, 真是不知好歹。 妈妈也说着类似的话, 可是李明辉却什么都听不进去, 他不知道怎么就成这样了, 难道真的要离婚吗? 可他从来没想过离婚, 等李明辉反应过来时, 爸妈还在那说来说去, 可是他三十岁了, 虽然这么多年一直和爸妈一起住, 也算是个成熟的人, 此刻他觉得他必须做出决定。 他和爸妈住, 只是觉得回家有饭吃, 有人洗衣服做家务, 他可以不用关心这些琐事罢了。 可是现在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了, 不是他或悉尼就可以的, 他只能当机立断, 不然只能离婚了。 他突然开口看着他爸妈说, 爸妈, 你们回自己房子, 我们分开住, 我很喜欢文文, 我不想离婚, 对了, 妈, 你把我的工资卡还给我, 以后我的工资我自己存着, 你们过自己的, 我和文文有空了就去看你们。 妈妈大声说什么, 你, 明辉, 你竟然让我们回去, 可是我们不是一直一起住吗? 你为了个女人, 竟然不要我和你罢了。 李明辉说, 妈, 我也想着我们一家好好生活, 可是你看看这多半年的日子, 天天吵吵闹闹的, 再这么下去, 这日子谁也别想好过, 而我只能离婚了。 李明辉突然想到, 以文文的性格, 不知道能不能原谅她爱, 此刻她也想起来了, 当初文文本来就不愿意和爸妈一起住, 可是当时她对文文说, 文文, 我们一起住, 到时候我妈做饭做家务, 我们回家就有饭吃, 饭后一起去锻炼, 家里的事都不用操心, 多好。 是啊, 她当时是这么说的, 可是一起住之后, 妈妈根本不做饭, 也不做家务, 而她还是和原来一样, 家里的那些事都留给了文文, 爸妈还各种嫌弃。 李明辉想着自己不能再犹豫了, 不然除了离婚, 真的没别的路了。 她坚决地说, 爸妈妈, 我说的是真的, 你们回去住, 我们各过各的。 妈, 你现在赶紧把我的卡给我, 快点快点。 老胡没有办法, 看儿子坚决的眼神, 他知道他说什么都没用了, 只能进屋把他的卡给他。 李明辉拿着就走, 说, 爸妈, 你们明天就走吧, 我先去找文文了。 李明辉赶到文文的房子, 敲开门后随着文文坐下, 文文冷淡地说, 不是说好了吗? 明天我们去离婚, 你这时候找过来干什么? 民政局晚上没值班的李明辉 把卡递给他说, 文文, 对不起, 是我错了, 我不该看着家里的矛盾而不作为, 都是我的错, 你原谅我, 这是我的工资卡, 以后交给你保管, 不过你要给我零花钱。 这张卡, 没绑支付宝和微信的。 文文没有接过卡, 他皱着眉说, 李明辉, 算了, 我真的累了, 我有工作, 我每天也很忙, 我真的做不到, 每天按时回家做饭, 洗碗洗衣服。 李明辉说, 文文, 我知道这些活我都不会, 可是你放心, 我会学的, 以后我们一起做饭, 后面的活都我来, 真的, 我保证我也该长大了。 文文诧异地看着他说, 你说真的, 你真的能做到。 李明辉举起手说, 能, 肯定能, 刚开始我要是做得不好, 你可要好好教教我。 文文看着他说, 好, 那再给你一次机会, 不过和你爸妈不能一起住。 李明辉说, 嗯, 我已经和我爸妈说了, 让他们回他们的房子住, 你放心, 这次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 日子过得很快, 文文最近很开心, 公公和婆婆走了, 他和李明辉的日子轻松了很多。 李明辉很笨, 做什么都笨手笨脚的, 不过他每天还是努力在学, 这让文文很开心。 家里的活, 两人一起做, 打打闹闹的, 反而让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好。 文文笑着说, 明辉, 你快点好好学呀, 再过一段时间可都要靠你了。 李明辉不解地看着他, 文文低着头, 不好意思地说, 因为你要当爸爸了, 到时家里的活可都是你的。 李明辉太开心了, 傻傻地笑着, 呆呆地说, 好好放心, 家里的活都我来做, 你好好养着。 哈哈, 文文也很开心, 他三十四岁了, 如今老公很贴心, 又怀了宝宝, 这就是他期待的生活了。 李的值钱物品通通往舅舅舅妈家送, 这一次也一样, 我妈刚提出, 借可以, 但是得打借条, 舅妈就不高兴了, 说道, 都是一家人, 打什么借条啊。 舅舅也板着一张脸说, 就是, 姐, 你说这话就生分了。 面对这两人的指责, 我妈像是做错事了一样, 低着头说, 这是我的养老钱, 还有王宇的嫁妆钱, 我不能随便给你们。 舅舅不高兴了, 说道, 姐,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借了又不是不还, 再说了, 你没有儿子, 以后养老还不是要靠我们要宗吗? 还能指望王宇这小丫头骗子, 还有你给王宇准备什么嫁妆, 这都什么年代了, 这是糟粕思想, 你让他们年轻人自己奋斗去。 我妈这人平时就没有主见, 碰到舅舅舅妈后, 脑子直接就丢了, 我怀疑僵尸打开我妈的脑子都会摇摇头, 失望地走了。 笑死,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都没有。 我妈被舅舅舅妈这么一劝, 还真被说服了, 说道, 那我去问问王宇。 舅舅妈对视一眼, 连忙阻止道, 别问王宇了, 王宇在上班, 忙着呢, 你就别打扰他了, 姐夫走了, 姐你就是一家之主了, 你得自己有主见, 别什么事都去麻烦王宇。 我妈想了想说道, 你们说的有道理, 我这就给你们去拿银行卡。 舅舅舅妈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 这样才对吗? 我知道我舅舅和舅妈为什么不愿意让我妈跟我联系, 我要是知道我妈要白白把二百万送给他们, 肯定会开口阻止的, 所以他们特地挑了我上班的日子来向我妈讨要这笔钱。 殊不知, 我因为继父去世了, 心情很不好, 压根就没心思上班, 干脆就请假在家休息了。 当他们看到我从卧室出来时, 脸色有点难看。 舅妈说, 王宇, 你怎么在家? 我说, 这是我家, 我出现在自己家门口很奇怪吗? 舅妈堆起笑说道, 王宇, 你知道舅妈不是这个意思。 我没去理会舅舅, 舅妈从我妈手里抢过了银行卡, 舅妈急了, 喊道, 哎, 我的钱。 我冷笑道, 不是借的吗? 怎么就是你的钱? 舅妈讨好地朝我笑笑, 说, 对对对, 是舅舅舅妈借的。 王宇, 你能把银行卡给我们了吗? 我说, 借可以, 你们必须把借条给我写了。 我知道他们压根就没有还钱的心思, 肯定是不会写借条的。 舅舅妈立马就不高兴了, 他们不敢对我白脸色, 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吃这一套。 他们堆起虚伪地笑, 又拿出了说服我妈那一套来说服我。 我听了只想笑, 这话也就骗骗我妈这种傻子。 我问给我妈养老, 舅舅说, 对对对, 你以后是要嫁人的, 有自己的小家要雇的, 你要是经常照顾你妈, 你老公也会有意见的。 我妈这个傻子听了指点头, 觉得舅妈说得可太对了。 我说得了, 我外公外婆生病的时候, 也没见你们照顾你们, 直接就把我外公外婆丢给了我妈。 这个时候怎么就不怕我爸会有意见了? 舅舅说这个, 舅舅说不出话了。 舅妈倒是理直气壮地说道, 你舅舅他又不是你外公亲生的, 不照顾你外公外婆怎么了? 没错, 舅舅是被外公领养的, 我外公重男轻女, 这辈子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个儿子继承他的家业, 于是他就领养了舅舅, 一家人当宝贝一样呵护他长大, 最后养出了个白眼狼。 我讥讽道, 分家产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把自己当外人? 外公外婆卧病在床的时候, 我妈一把屎一把尿, 伺候了他们整整三年, 舅妈也消失了三年, 等外公外婆死了, 我妈给他们办完了葬礼, 村里又传出要拆迁的消息了, 舅舅舅妈就跳出来了, 说什么户口不少, 他就是郭家的儿子, 这家产礼应由他们继承。 我妈想了想, 舅舅是外公最疼爱的小儿子, 外公死前还在念叨着 舅舅怎么不来看他, 不愿意跟舅舅闹得太难看, 于是我妈连争都没跟他们争, 就把外公的家产让给舅舅舅妈了。 幸好村里没拆迁, 不然我真的是要气死。 无论舅妈怎么劝, 我都是那一句话, 借钱可以, 借条必须打上舅舅。 舅妈本来就是想从我妈手里 骗走这笔钱, 又怎么会打借条, 他们拿我没办法, 最后气急败坏骂道, 王宇, 都是一家人, 你怎么这么刻薄, 你后爸就是被你克死的。 我气急了, 不甘示弱地骂道, 这么想吃这人血馒头, 你俩干脆就去高速公路上碰瓷吧, 一条人命二百万, 你们两个加起来就有四百万了, 做生意的钱这不就有了吗? 舅舅舅妈这两个人有些迷信, 听到我咒他们死, 气得摔门而出, 结果一周后我舅舅真死了, 还是出车祸死的, 我妈叫我去参加舅舅的葬礼, 我直接就拒绝了, 我和舅舅一家关系本来就不好, 他们上次走之前我还说气话咒他们死, 结果舅舅还真出车祸死了, 前面我说了, 舅妈是有点迷信在身上的, 她肯定觉得舅舅是我咒死的, 我是多没有眼色呀, 舅妈都恨死我了, 我还往跟前凑, 结果出乎意料的, 我舅妈得知我不去参加葬礼, 竟然亲自打了电话, 过来劝我, 那语气还挺和气, 舅妈说, 王宇都是一家人, 哪有隔夜愁, 舅妈知道你之前说的是气话, 不怪你的, 要怪就怪你舅舅命薄, 怨不得别人, 你是舅舅唯一的外甥女, 你可一定要来呀, 你不来, 村里人可是要看笑话的, 我妈在旁边听了连连点头, 觉得舅妈说的可太对了, 又瞪了我一眼, 怪我不懂事, 我妈抢过了我的手机, 说道, 陆眠, 你放心, 我和王宇一定会过来的, 我妈挂了电话, 说道, 我就说了, 都是一家人, 你舅妈不会怪你的, 我说, 妈, 你不觉得舅妈的态度太奇怪了吗, 舅妈的态度太好了, 好到让我发慌, 我怀疑这就是一场鸿门宴, 我妈说, 对你好也有错, 你这人可真难伺候, 她去收拾起了行李, 说道, 就这么说定了, 咱们今天下午就出发, 我还是不太乐意去, 又怕我不在, 我妈在舅妈的哄骗下, 会吃什么闷头盔, 最终, 我还是决定跟我妈一起去参加舅舅的葬礼, 车子在道路上挤驰, 路边的风景一再变幻, 从高楼大厦, 再到低矮房屋, 从繁华过渡为荒凉, 五个小时后, 我就在村子里见到了舅妈, 短短几天没见, 舅妈头发都白了, 眼睛肿得厉害, 里面都是红血丝, 看上去有几天没睡好觉了, 看样子, 舅舅的死给她造成了很大的打击, 舅妈在看到我的一刹那, 眼里散发出了别样的光彩, 她说, 姐, 还有王宇来了, 来了就好, 舅妈客客气气地领着我和我妈去了一楼客房休息, 自始至终, 她都没有对我说过一句重话, 她这样反常的态度让我有些坠坠不安, 总觉得她在酝酿着什么大阴谋, 我只想早点参加完葬礼离开村子, 但我们这里的习俗是, 人死之后得在屋子里停临三天, 在正式举办葬礼, 把骨灰带到山上埋葬, 也就是说, 我至少还得在舅舅家中待上四天, 在舅妈家安顿好后, 我去大堂看了眼舅舅, 大堂上挂着舅舅的黑白照片, 往日瘦小精明的男人对着镜头笑得一脸和蔼, 前几天还跟我吵得不可开交的舅舅, 现在成了一张冷冰冰的没有温度的照片, 我心里挺复杂的, 还有点难受, 我在讨厌舅舅, 也没有真的想让他去死, 舅舅的尸体就摆放在大堂中央, 用一块白布盖着, 听舅妈说, 舅舅是被一辆大卡车撞倒的, 现场异常惨烈, 舅舅完全没了人样, 即使是最好的入恋师, 也修复不好舅舅的那张脸, 为了防止吓到来吊咽的人, 所以舅妈在上面盖了一条白布, 这是我妈最疼爱的弟弟, 她想见弟弟最后一面, 再看看弟弟最后一眼, 她大着胆子掀开了白布, 看到了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只能从轮廓上勉强辨认出这是舅舅, 我妈的惊呼一声, 像是被那张血肉模糊的脸给吓到了, 过了一会儿, 我妈伤心又气愤地问, 肇事者有被抓到吗? 舅妈的脸色很难看, 说道, 抓到了, 但是我老公喝了酒, 自己网卡,